天空之中,云层涌动,闪电咔嚓而闪的同时,一道天雷从天披下,朝凤九而来,刹那间,只听轰隆一声,沉烟飞扬,灵力漩涡疯狂涌动。 盘歇而坐的凤九只感灵力气息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那种气势,有如绝地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地,蒙往体内冲去。 他当即引导着,一方面将灵力气息引向清廉之处,让清廉将之吸收,一方面又扩张着体内的经脉,让那雄厚强大的灵力气息将他原本的经脉再度扩大一到两倍。 全身灵力涌动之时,他整个人被灵力漩涡卷浮起来,在半空中转动着,直到第二道天雷猛然劈下,轰隆的一声响起,砰的一声,重重披落在他的身上,天雷的强大能量,淬炼着他的经脉,他的体质, 让他的经脉和身体更上一层。 轰隆! 第三道天雷劈下,仿佛蕴含了所有的力量一样,震得这里面的这片天地都在震动着,让那在这片天地里面修炼的火缝等人不敢靠近。 空气中的强大威压以及灵力气息相互融合着,却又在第三道天雷劈落后渐渐散开,天空中所蕴含的气息散去,渐渐地恢复成蓝天白天。 然而,就在这周围的气流泄了下来,天空以及这里面的空气灵力平复之时,突然间,从地底下凭空窜起一股地气直窜入他的身体,周围灵力气息在这地底窜起的气息下再度被调动起来。 火缝和吞云以及老白和小黑几只小兽正准备上前,却在看到这一幕后又生生地顿住,看到他们主人身边再度卷起的动静,几只小兽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天!主人这是还要进阶?他不是已经进阶完成了吗?老白惊呼着,站在火缝的身边看着那被卷在半空中的主人,以及那从地底窜起的一股地气。 那股灵力气息怎么会从地底下窜起?似乎跟刚才那些有些不太一样。 吞云说着,也有些疑惑。 对于进入飞仙级别的修士来说,他能一举从原音巅峰突破成为飞仙巅峰级别强者。 这当中所间隔着的实力区别,有的修仙者就是用了百年也跨越不过。 而他,这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黑熊呆呆地蹲坐着,一副愣头愣脑的样子,看着前面的主人,吞云和老白,他们都看不懂的事情。 他就更看不懂了。 火缝沉思着,看着那一幕,道。 正常来说,从原音强者突破,进入飞仙期,也就只能进入飞仙初期,毕竟修为越高,想要跨越进阶就越难。 他能一步从原音巅峰,直接突破越至飞仙巅峰,已经是不可思议。 而眼下这情况,似乎,他还要再进阶。 哪怕他是上古神兽火凤,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是金丹以下的阶别还好说,但他已经是原音突破,一举进入飞仙巅峰,怎么可能还能再度进阶? 这次进阶的契机,又是什么? 火凤沉思着,看着那圈在半空中的凤九,突然间,一道清光折射而出,他猛的心神一震。 我知道了,是清廉。 火凤嘀呼着,他知道,凤九有一颗混沌清廉,这颗清廉有再生之能甚为神秘。 他如今,进入飞仙巅峰,还能再度突破,一定是因为那颗混沌清廉。 修仙的品阶,原因之上是飞仙,飞仙之上先胜。 这么说,他若是在进阶成功,那就是从飞仙巅峰,进入仙圣级别了。 仙圣? 放眼整个八大帝国,也找不出五个。 若是他真的能进入成为仙圣,那就真的是实力威震一方的强者了。 想到这,火凤的心情不由地激动起来,紧盯着前面正在进阶的凤九。 他希望他可以再度进阶。 这样一来,哪怕是到了上游的大路,也可以站稳脚步。 然而,这一回的进阶,却并非是那么容易,几天过去了,依旧没有要突破的迹象。 几只小兽在不远处守护着,又过了半个月,依旧是那样,没有突破。 见此,他们猜想,这次突破可能没那么快,于是便各自退开了,没再关注他们主人进阶的进度。 而在外面,关锡领和凤霄两人,也一直训练着凤卫,帮助着凤卫提升实力。 一连半的来月没见到凤九,他们也没去打扰,因为凤九曾交代过,他没出来,谁也不能去打扰他。 再加上,他所住的院子,不了阵法和结界,他们就是想进去也进不去。 也许是因为身边伙伴和亲人的逝去,让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目标。 哪怕是训练再辛苦,凤卫等人,也没喊过一声苦。 他们日夜加强修炼着,在日子的一天天过去,在丹药的辅助之下,一个个的实力也都极快地提升着。 然而,一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到转眼六个月过去,每一名氛围的战斗力和实力品阶都比原本提升了一至两个阶段。 只不过,苦练半年左右的时间,至今,却仍没见他们主子出来过,这让他们有些担心。 主子闭关也有半年了吧?这么久也没出来,不会有事吧? 说什么话呢? 主子闭关,怎么可能会有事? 可是,这时间也太久了,而且一直没听见进阶的动静啊。 再说了,在进阶中陨落的修士,又不是没? 啊,你打我干什么? 那名凤卫摸着头,一回过头,看到是他们队长时,不由地噤声不敢再言。 都在这里胡说什么? 太闲了是吧? 太闲了就继续练。 罗宇瞪着眼睛,盯着聊天说话的几人喝着。 队长,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有些担心。 那名凤卫说着,担心什么? 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们还是担心,带主子闭关出来后,检查你们的战斗力吧。 罗宇冷哼一声,道。 他闭关前可是说了,到时排名前十的有奖,排名最后的十人也有罚。 听到这话,那几名凤卫连忙应了一声,这才迅速离开,继续去训练。 不过他们说的也是实话,主子这回办关的时间,不经不绝,已经半年多了。 范林几人从后面走了出来,道,这是要不要找家主问一下? 怎么问? 问了也是不知道的,主子那怨不下结界和阵法,他不出来,谁也进不去。 罗宇说着,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声音一顿,稷儿咧嘴一笑。 而且,我也相信主子,他是不会有事的。 我相信,等他出关,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文言,众人相视一眼,不由地一笑。 是啊,那么多的事情都过来了,又怎么可能会在进阶这里出意外呢? 正如他们所想,凤九并没出在进阶中,碰上什么危险。 相反的,进阶意外的顺利。 这一天,空间之中,在经历了半年之久后,三道天雷再度从天空中披落,再一次地为他淬炼着身体经脉。 与上次不同的时,这一回,他的进阶连同与他契约的几只小兽,也一同受益。 他进阶从非先巅峰突破进入先胜中期,成为了一名先胜中期的强者。 火凤的实力再上一层,而吞云也已经变成超神兽中的巅峰兽王。 就连那小黑熊也同样从神兽级别进入超神兽,只有老白依然如旧,似乎他的进阶并没影响到他。 而且,这半年间,也只有他的品阶一直没变动过。 虽然如此,但他的进阶带动了除老白外的几头小兽。 如今的契约兽,每一只的战斗力都绝对是惊人的。 半空之中,伴随着灵力气息的散去,凤九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这片天地,仿佛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与他融为了一体。 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以及一股说不上来的奇妙感觉。 主人,为什么它们都进阶了?就我没进阶? 见凤九从半空中飘落,老白情绪有些低落地走上前问着。 火凤和吞云进阶他可以理解,可为什么连小黑都进阶了? 他却还什么都没变,难道就因为他是变异兽? 所以,进阶慢吗? 听到这话,凤九看向老白,露出了笑容清拍着他的头道。 没关系,努力了就好。 他转而看向火凤和吞云,以及小黑,笑道,在这里面这么久,都出去活动活动,热闹一下吧。 好! 几只小兽硬着,呼得吞云似想起什么来一般。 道,主人, 我见那瓶子树上的果子,好像熟了。 一听这话,凤九还没反应,就见原本垂低着头,心情不太好的老白,眼睛一亮,猛地抬起头来,流着口水道,熟了? 真的? 我去看看。 声音一落,只见身边刮起一股旋风,在看去时,已经不见了老白的踪影。 凤九一震,猛地回神,赶紧追了上去。 这老白产瘾又犯了。 这是打算偷吃我灵果的节奏吗? 快追上。 那一棵树上,也只长了五枚果子,可别让它给偷吃了。 听到这话,火凤和吞云当即朝那瓶子树所在的地方掠去,紧追在凤九的身后。 而那呆呆的小黑熊,在歪了歪脑袋后,慢慢拍地跟着它们跑着。 果子! 灵果子! 真的熟了! 瓶子树下,老白兴奋地摇着马臀甩着马尾,流着口水, 看着树上吊着的那几枚红彤彤的拳头般大小的灵果。 闻着那灵果上面散发出来的浓浓纯净灵气, 以及那股浓郁的,让它忍不住想要扑上去咬下一颗的果香。 它的口水直流三千尺。 这一刻,哪里还会因它们都进阶了? 唯独它没进阶,而心情低落。 这一刻的它只想着,好想尝一尝,这果子是什么味的。 这磕子从主人移进来,它就一直盯着了,一直帮它浇水, 就等着它从绿变红。 只不过这段时间一直没怎么注意,却没想到已经成熟了。 这就好比人类一直看着养着长大的小媳妇,终于长大了。 可以下口了一样,看着那鲜红玉滴的胶艳红色, 它咽了咽口水,张了张马嘴凑上前去,将其中一枚咬住扯了下来。 今天,谁也别想阻止它吃了它。 咔嚓! 嗯,好甜,好香,好浓的灵果味。 它一咬,咔嚓的一声果子在嘴里碎开, 浓郁的灵果香味当即弥漫出, 它仿佛怕那香味流失了一般,赶紧闭上马嘴嚼着。 当凤酒远远追来,就见那老白站在瓶子树下背对着它, 而那马头微低,马嘴一直在嚼动着,当即瞪了瞪眼睛。 好你个老白,我明明交代过不能偷吃这灵果。 你把我话当耳边疯了。 听到身后声音,老白加快了嚼食的动作, 却因受到惊吓,冷不防的那枚果盒也让它也吞下了, 只感觉那果盒卡在喉咙处不上不下的,憋得它气都喘不了。 死,死死死。 老白低着头想将果盒吐出来,哪知那果盒就是卡着不出来,不由的双蹄一跪,直接趴了,下去在那里撕叫着。 凤酒尖装震了一下,快不上前,你看你,偷吃东西吧。 他一手拖住他的下巴,一手摸上他的喉咙,力道一按,便见一枚果盒吐了出来。 呼,得救了。 老白整个身体倒了下去,四脚朝天地躺着,看着站在身边的主人,以及那另外的三个小伙伴,他咧着嘴,黑黑地笑了。 主人,那果子很香,很甜,很脆,很好吃。 好吃你个头。 凤酒直接一手拍下去,我只有五颗果子,而且还不知道是哪一类的果子。 你就这样直接吃了一颗,真将我的话当耳边疯是吧。 主人,这不能怪我,这是果子自己飞到我嘴里来的,真的。 他一双眼睛乱瓢,微低着头,不敢看它。 这当初可是群蛇守护着的灵果树,你就这么吃了。 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可别找我。 他双手环胸哼了一声,倒不是说不舍得让他吃,只是,这瓶子果到底属于哪一类的灵果,又有什么作用? 当初那群蛇可是守护的井, 他还没研究出来这到底是有什么用的,就让他直接吃了一枚了。 如今,不吃也被他吃了,多说也无意。 于是,他深吸了口气,道,赶紧的,趁你现在还记得,把你吃果子的味道回忆一下, 以及,吃了果子后,身体有没有哪里不一样。 闻言,老白傻眼了,他是吃了,但,只知道很甜很香很脆,其他的,没品出什么来啊。 愣着干什么? 凤酒瞥了他一眼, 已经拿出纸笔来准备记下。 果子不多,每一枚都极为珍贵。 他先记下老白所说的,再看老白吃下果子后,有什么反应。 老白摇了摇脑袋,忘了。 他当时只顾着赶紧吃别让主子逮着了,哪里有细品漫长。 听到这话,凤酒额头划过几道黑线,有些无语地看着他, 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问你也问不出什么来,还不如我自己研究。 他走到树下,看着剩下的那四枚果子掉在树叶之间,绿叶红果,极为耀眼,也杀实好看,让他都不舍得将那果子从树上摘下来。 就算是不摘,果子熟了,再枝头也不会掉下,这就是这片空气灵符的好处。 掉在枝头上,能保持灵果的新鲜度,他还是别摘了,先看老白吃了灵果有何反应再说。 于是,他交代了几句,这灵果剩下四颗了。 你们听着,没我同意,谁要是敢再偷吃,我可是要处罚的。 火凤几个还好些,对这灵果的兴趣也不是很大,便点头硬了下来。 老白偷吃了一枚,也不敢再吃,只能乖乖点头阴声着。 老白,你过来,我给你检查下。 凤九来到灵泉边,示意老白上前。 见此,老白连忙讨好的上前。 主人,我下回不敢再偷吃了,真的,我保证。 凤九白了他一眼,你的保证不可信。 文言,老白善善地低下了头,后面的火凤和吞云溅了,不由地咧嘴一笑。 就这不着调的老白,他的保证要是有用才管。 奇怪,怎么好像没感觉似的。 凤九帮老白检查了一下,却发现他的身体什么问题也没有,不由暗存。 难道那果子只是补充灵力果附用的普通灵果? 若是普通灵果,当初那群蛇也不会守护成那样了。 可若不是,怎么老白吃了没反应? 主人,要不你也吃一颗吧。 吃了就知道有什么作用了。 老白那新的建议着,又道。 不过,我感觉那果子就是比别的果子脆,比别的果子甜和香,以及形状比较好看,然后就没了。 算了,先出去吧。 他说着,打算先出去后再说,那灵果有什么作用,迟早可以知道的。 好。 老白摇着尾巴,准备跟他出去,再去酒窖偷喝两杯。 谁知,走了两步后,身体呼得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嗯。 他闷哼了一声,整个身体猛地倒了下去,身体在抽搐着,吓到了旁边的小黑熊和吞云。 听见身后的动静,凤九转过身来,也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老白。 你怎么了? 老白的身体在抽搐着,他看着凤九,道。 主人,我,我可能要死了。 凤九心一沉,不会的。 你放心,就算是中了毒,我也会救你的。 主人,我要死了,全身,全身都好难受,好像,好像要撕裂了一样。 他流着冷汗,边抽搐着边说着,猛地,一股光芒从他身上迸射而出,将凤九弹了开去。 看到凤九被光芒弹开,火凤三寿也迅速退开,惊讶地看着那在地上打滚的老白,有些吃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倒在地上的老白身上,发出一股刺眼的白色光芒。 他们只看到,他在那里打滚着,撕喊着,很是痛苦的样子。 被弹开的凤九坐在地上,错愕地看着撕叫着的老白,震了一下,继而低呼出声,老白这是要进阶了。 周围的灵力气息,全部涌向老白所在的地方,弥漫在老白的身边,久久不散。 而老白的身上,被那刺眼的白色光芒包围着,却依稀能够看到,他的身体,似乎正发生着变化。 进阶?火凤和吞云相识一眼,也有些错愕。 这老白的实力品阶原本就跟没有似的,他是变异兽,也没见他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特长。 而且,原本也不是神兽,顶多也就只能称得上圣兽吧。 就算是圣兽进入神兽级别,也不应该这样吧。 还是因为,他是变异兽,所以跟一般的灵兽禁兽不一样。 死! 啊!主人,我快死了! 老白在那里惨叫着,声音淒厉而沙哑。 凤九猛地回过神来,他没有上前,而是神情带着凝重地对老白道。 老白,你这是要进阶了,赶紧稳住心神撑过去,只要你撑过去了,你的品阶就可以再进一层了。 可,可是好疼,就跟有人拿刀在生个我的肉一样。 要是,要是撑不过去,会怎么样? 老白问着,凤九眸光微深,撑不过去,那就是死。 声音一落,他抬头看向天空,那里凝聚起乌云,闪电从乌云中划过,雷鸣之声隐隐从云层中传来。 看来,老白不仅仅是进阶,他有可能是要变异,变异兽极为难得。 而且,变异兽潜藏的能力的未知的,老白本来就是变异兽,因此他有龙头马身,若是奔跑起来速度极快,而且力道也极强。 只是,他的战斗一直未见他的属性和特长,若是如今再度变异,那,会变异成什么样的一只变异兽呢? 变异兽的进阶变异,比一般的灵兽更为的艰难,而且,死亡率也高。 想到这一点,凤九轻呼出一口气,他从空间中翻找出一枚丹药,朝老白弹去,同时喊了一声,老白,张开嘴。 痛苦地撕叫着的老白因身体传来的撕裂痛疼,力气正在渐渐消失。 虽然他很想像主子说的那样,撑过去突破境界,但,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已经在流失了。 这时,听到主子的声音时,朝他看去,就见一枚丹药,朝他抛了过来,他本能地张开嘴,将那枚丹药吃下。 丹药一入口中,浓郁的灵力气息便在喉咙中传开,顺着滑落腹中的丹药药效的发挥,原本渐渐流失的体力迅速地恢复着。 也不知在药效地发挥,还是老白自身的问题,只听老白仰天嘶叫一声,一股强大的威压伴随着灵力气息如同水纹般往外挡开。 快退开! 凤酒避开的同时,对火凤三寿喝着。 也就在这时,只见,原本倒在地上的老白站了起来,抖动着身体呼的一变,原本的马身消失不见,竟成了一条白色的龙。 那龙身粗壮的一人环抱不过,身长约三米,一身的鳞片泛着银色的光芒,四只龙爪更是泛着锋利寒光,顶着两根龙脚的龙头一抬,两根龙须随着它气息地一喷而浮动着,一双龙眼瞪得大大的,似乎有些迷茫,又有些疑惑。 凤酒傻眼了,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突然从白马变成白龙的老白,如果说原本的老白只有一半像龙,那现在,可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龙的样子了。 火凤和吞云也有些傻眼,看着那腾空飞在半空中正一副迷茫样的老白,看着它正瞪着一双眼睛,打量着它那龙身和龙尾,两兽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老白不就是一匹马吗?顶多就是变异的马吧?可怎么就突然变成龙了? 正愣过后的老白猛地惊呼一声,啊,主人,我又变异了。 他上蹿下跳地在半空中篡动着,不多时,来到凤酒的面前,那鼓鼓的一双龙眼满是兴奋。 主人,你看我现在这样子,是不是比原先的马身要好?有没感觉高级了不少?是不是一下子从马跃成为龙了? 主人,你说我现在算不算龙足一类的? 他兴奋地摇摆着龙尾,感觉自己摇身一变就升了一个几变。 凤酒眨了眨眼睛,看着眼前的老白,伸手摸了摸他身上那银白色的鳞片,道,还真的成龙啊。 声音一落,他又碰了碰那在龙角当中的那根独角,既然变成龙,怎么这独角还在啊? 看来那果子,确实是好东西。 凤酒说着,露出了笑容来。 那时的群蛇一直守着,他就知道,这果树一定非凡。 如今在看老白净化成龙,可想之,这果子确实是有激发潜能,让灵兽变异的能力。 如果是当时的蛇王吞了这灵果,也许,也可以从蛇变成蛟龙吧。 由蛇变龙亦飞冲天,也难怪当时那蛇王紧追着他不放。 走吧,出去了。 他笑说着,看着几只小兽都进阶了,心下也很是开心。 然,就在他准备带他们出去时,眼角却扫到一抹绿色。 嗯? 他挑了挑眉眉,朝那方向看去。 那一边是栽种灵药的地方。 而刚才他眼角瞥见的,那一抹在灵药田中窜过的绿色身影,不是那绿毛鸡又是什么? 前段时间事情太多,心情也乱。 将几只小兽丢进来,让他们在这里面修炼后,他就没再理过。 火凤他们,他倒是记着,毕竟有契约关系在,心念一动便可感应到,倒是这绿毛,因没契约。 再加上,他似乎最近都没出现过,一时间倒让他给遗忘了。 若不是刚才瞥见在药田中的那一抹绿色,他都快忘了,还有这么一只绿毛鸡跟在身边。 主人? 怎么了? 吞云问着,回头看去,却什么也没发现。 火凤也回过头去,不明所以。 他们这半年来也没见到绿毛,所以也把他也忘了。 小黑就更不用说了,呆呆地看着凤九,也学着他们,歪着头四处看着,就不知在看什么。 这阵子,你们都没见到绿毛。 凤九问着,一边缓步往那灵药田走去。 绿毛? 三只小兽挣了一下,相继摇头,没有,他也在这里面吗? 好吧,那只鸡是真的被他们忽视了。 而且,这阵子也没听到绿毛过噪的啼叫声。 我也是当当想起,他一直在这里面,就没出去过。 凤九说着往前走着,一边在灵药田周围打量着,半想也没看见绿毛的身影,他便喊了一声,绿毛? 出来! 谁知,还是没动静,于是,他释放出神识在周围一扫,最后目光也随着落在一处离药田不远的草地上。 他迈步走上前去,来到一处杂草前蹲下身,看着那被杂草遮着的小洞,不由地疑惑,冲着那小洞问着,绿毛,你躲在里面干什么? 这只绿毛,居然在这里挖了个洞,将自己藏在了洞里面。 只是,他一只鸡,又不是地鼠,怎么就藏洞里去了? 就算是在找个窝,那也应该是个草窝啊。 谁知,绿毛伸着头,看了洞外的凤九一眼,也不吭声就缩了回去,似乎并不打算出去。 而且,一双小眼睛还带着警惕与防备地看着凤九。 见此,凤九威亚也有些疑惑,便让开了一步,对火凤道,把绿毛抓出来,看看怎么回事。 好,火凤应了一声上前,然,为等他出手,绿毛便在里面叫了起来。 哥哥哥,不要不要,我不要出去。 他先是仰头发出几声鸡鸣,又用人类的话喊着,生怕凤九真让火凤将他抓出去。 因那时也给了绿毛吃开言单方便沟通,他偶尔除了鸣叫两声之外,一般也是开口说人语的。 只不过,进了空间后,就似乎没了动静,要不然,他和几只小兽也不会一直没发现他。 怎么不出来? 你没事吧? 凤九问着,是一火风退开,便问,你藏在里面干什么? 谁知,这只绿毛一双小眼睛转动了一下,便道,这里面暖和。 闻言,凤九嘴角一抽,似笑非笑地瞥了洞里的绿毛一眼,里面暖和。 要不要我再给你加把火? 把你直接烤熟了? 也许这样会更暖和。 你信吗? 你怎么能这样? 绿毛似乎有些委屈,我也就偶尔偷吃你一点零药,也没干什么坏事。 你就要将我烤熟了吃? 要不然呢? 你说说,你藏在里面干什么? 他说着,却见绿毛一直趴在那里,连动也没动一下。 而且,一对鸡翅膀,还有意无意地护着身下什么东西一样,看得他心头一动。 你身下藏了什么东西? 他随口一问,想着,莫不是偷了什么灵药藏起来,不让他知道。 没,没藏东西。 绿毛有些紧张地说着,圆滚滚的身体绷得有些紧, 明显的依附此地无银三百两。 哦?是吗? 那算了,既然你不了来,就待在里面吧。 他说着退开,朝火凤打了个眼色。 绿毛见他转身离开,正松了口气。 谁知下一刻,一只爪子就从外面探了进来,直接将他抓了出去。 哥哥哥,你使坏。 他气急败坏地喊着,却见凤九已经伸手入内,从他的窝里掏出了那颗东西。 这是什么?凤九诧异地看着手中的圆珠,约莫鸡蛋大,看着不像蛋,应该是什么珠子。 只不过,却又看不出是什么珠子,只知道,这颗珠子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灵力气息。 那是我生的,我生的,那是我的。 哥哥喽。 鸡毛一身的毛都竖了起来,紧张而激动地看着凤九,一双小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手上拿着的那颗珠子。 凤九瞥了他一眼,似笑非笑,连你都是我的。 你生的蛋,自然也归我。 不过,这好像不是蛋吧? 他伸过手,摸了摸绿毛附近的那块东西,果然,已经不见了。 看来,这阵子他躲在这里,就是因为生了这么颗珠子出来了。 不过,这到底是颗什么珠子? 灰蒙蒙地只知道,其灵力很是浓郁,却看不出其他的来。 绿毛见此,不由地垂头丧气,我就知道被你发现肯定守不住。 算了算了,就给你吧。 想他也是吃他的助他的,把这颗珠子给他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虽没契约,但他也算他半个主人,更何况,这颗珠子,他守着他半年多了,也没看出有其他作用。 行了,都出去吧。 他收起珠子衣袖一幅,将它们都带了出去。 不过眨眼的功夫,便出现在房间中,老白帅先窜了出去,兴奋地叫喊着,冷霜美人。 快来看,我进阶了,我变成龙了。 然,飞出去的他,却被姐姐弹了回来,一把摔在了院子里。 后面吞云慢吞吞地走了出来,腻了他一眼。 未成龙行,也改不了你这习性,没看见主子这院子,设了阵法和姐姐呢。 横冲直撞的没脑子。 老白张了张嘴,瞪起了眼,最后却是什么也没说。 只能到一旁去,等着主子出来。 不多时,凤九从里面走出,挥手撤去了结界和阵法,同时吩咐着,让他们将冷霜给他换来。 于是,几只小兽朝外奔去,老白兴奋地四处跟凤卫们说他进阶一试。 而火凤童四处飞了飞,巡视了一番,吞云则不紧不慢地往林中走去,就连绿毛也咯咯地叫着,拍着翅膀扑腾着飞离。 只有小黑呆呆地手坐在院子里。 不过一会的时间,众人便都知道凤九出关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会心一笑。 出关了就好。 这大半年的时间,他们一直挂牵着。 主子! 冷霜和冷华姐弟两人都来了,看到站在院中一袭红衣的主子,两人眼睛一亮,眼中浮现着惊喜的光芒。 半年不见主子,他身上气度似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身的气息仿佛融入天地之间,若不仔细探查,根本察觉不到他气息的存在。 然而,很奇怪的又是,他身上的气息很是强大雄厚。 而且,一身气势似乎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种气势,那种无形中散发出来的威压,让他们都不由地低下了头,不敢去直视他的双眼。 而且,这一次出关后的他,给他们的感觉很是震撼,就是以往见过的强者,也没有一个可比的上塔。 看来,主子闭关半年,在修为上一定有了极大的突破。 想到这一点,两人不由地露出欢喜的笑容来。 主子越强大,他们越欢喜,因为只有他们主子强大了。 那,像半年前那样的事情,才不会再发生。 恭喜主子实力,修为大增。 两人不约而同地说着。 凤九露出笑意,道,冷霜,准备热水,我要泡走。 另外,冷华,你跟我说说,这段时间的事情吧。 是,两人硬着,分头做事。 冷霜为凤九准备沐浴的水,冷华,则将这段时间古里古外的事情,都跟他大概地说了一下。 凤凰皇皇朝那边周边的国家,都没敢侵占,似乎是有所忌惮。 只不过,仍有一些势力在打听主子的下落,黑市也派了人在打听,只是没找到这一带来。 另外,太上皇后的娘家人也在寻找我们,得知消息后,家主让人送了消息过去。 说到这,冷华停顿了一下,老爷子他们死去的消息送到那边去,可想而知他们的打击是有多大,不仅没了女儿,连外孙子都没了。 凤九听到这话眸光也微闪,哪怕半年过去,但,没想到爷爷他们就那样死了,他的心情也异常地难受。 至于凤卫等人,在家主和官少爷的训练下,实力都提升了一到两个品阶左右。 其中,罗宇等八名凤卫队长的实力已经武圣巅峰级别,而家主已经是武神巅峰,就连妇人的实力修为也有提升。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八大帝国那边,轩辕帝国的情况有些不太妙,其他的七个国家中有四个联合起来对付轩辕帝国。 如今轩辕帝国可说是父辈受敌,里外大乱,就是有严主坐镇也难以稳住动荡的局势。 而且,那古安帝里的势力还在打压轩辕帝国,已经可以断定。 这股势力是上游势力中赫赫有名的暗夜圣殿,严主的父亲就是被他们的人非了修为的,就连我们凤凰皇皇朝,以及老爷子他们,也是他们下的手。 听到冷华的话,凤九眸光中凛冽的寒光滑过,嘴唇清起,暗夜圣殿。 很好,知道了是什么势力所为,那就知道从哪里入手。 沉寂了半年之久,他是该出去走走了。 主子,水已经准备好了,请主子沐浴。 冷霜走了出来说着。 嗯…… 他应了一声,站了起来,对冷华道,跟我爹娘他们说一声,我等一下过去找他们。 另外,让凤卫整队准备,我要看到他们训练后的效果。 是。 冷华应了一声,转身离开。 看着冷华离开,凤九迈不往房中走去,来到内饰玉桶边,脱去身上的红色外衣,在解开里面,跨进水桶水中,将整个身子都沉入水底。 沐浴后的凤九,先去了他爹娘的院子,到了那里,见关洗领遍野,便露出笑容唤了一声,爹爹,娘亲,哥。 院中等着的三人,听见声音回头一看,只见他一袭红衣,风采飞扬,眉宇间散发着自信轻傲的气息缓步而来,明明是同一个人,但,他身上的气息,以及那股气势,似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他们看了出,不由的暗自惊讶。 先前听冷华说,小九已经进阶,而且可能不只是飞仙级别,如今一看,才恍然发现,何止是有了变化? 整个人简直就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今的他,一身气息连起,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那种若不仔细观看,根本注意不到他的气息,就仿佛已经达到了天人之境。 明明一席红衣耀眼非常,却又显得飘渺迷离,他的容颜就好似隐藏在一片云雾之间,有些难以看清。 小九,你现在是什么实力品鉴? 凤霄有些震惊地问着,他也算见过不少世面的人了,却从没见到像他这样的。 这实力,应该不止飞仙了吧。 凤九闽唇一笑,道,我现在是仙圣巅峰级别。 仙,仙圣巅峰? 凤霄惊恶地睁大了眼睛,仙圣巅峰,那可是飞仙之上的级别。 可是,一般来说,哪怕天赋再出色地修饰,也没有从原因巅峰一步,直接跃进仙圣巅峰的。 要知道,实力品阶越高越难进阶,就是那上游的势力。 那些对付他们的人,实力最高的也不过飞仙级别。 而他,闭关半年,居然从原因巅峰,进入仙圣巅峰。 这若换成别人,就是修炼个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上官宛容,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女儿。 喃喃地道,仙圣巅峰? 那可是一人相当于百名飞仙强者的战斗力。 一人相当于百名飞仙强者。 你说,这是多恐怖的一个战斗力? 这是一个多强的强者? 想到这,他的一颗心扑通扑通地猛跳起来,小九有这样的实力,那就无需再拘任何人了。 更何况,他现在年纪还小,假以时日,实力肯定还会再提升,就算是到了上游的一些家族,也会掂量着,是否要与这样的一位强者为敌。 他深吸了口气后,缓缓呼出,平复着激动的心情。 女儿能有这样的实力,能这样的强大,他真的很开心。 这样一来,日后他行走在外,哪怕他们没在他的身边,也不用再担心,他是否会遇到危险。 眼下的他,就算是到了上游,也已经是不是什么人都敢招惹他的强者了。 更何况,他还极练丹和医术于一身,这样的他,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绝对会是耀眼的。 他好了,半年的时间居然能进阶到先生巅峰。 小九,你不愧是鬼才。 关喜岭哈哈大笑着,也是十分激动。 凤九笑了笑,心静道显得平和。 他看着他们三人,道,今天我是有事跟你们说的,我打算过几天带凤卫众人出门一趟。 文言,凤霄与上官宛容相视一眼,问, 要出去了? 嗯,那些事情该去解决了。 他点了点头硬着,看着他们两人,道, 爹,娘,我希望你们可以先留在这里, 这地方可以说是与世无争,也没有危险。 你们在这里的话,我会比较放心。 你放心吧。 想做什么就去,不用牵挂爹娘,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凤霄拍了拍他的手说着, 女儿本非凡人,这地方是困不住她的,她知道,她还是会出去的。 是啊,我们会在这里等你回来的,你就放心吧。 上官宛容也柔声说着, 如今的他们,这里便是家。 而在这里,就算是有黑暗势力想要对付他们,也对付不了。 在这里,他们会很安全。 凤九点了点头,继而看向关喜领。 哥,我要去看一下凤卫最近的实力增长得怎么样,一起去吧。 好,关喜领应了一声,便对凤霄和上官宛容行了一礼。 继而两人一同往外走去。 在树林的场地中,凤卫众人听说他们主子出关了, 而且就要来查看他们这半年来的成果。 于是,一个个都比值得站在树林中, 有些紧张地等待着主子的到来。 虽然说他们对自己半年的进度还是很满意的, 但,若是以主子的目光来看, 主子会不会觉得他们进阶得很慢? 就算他们再满意, 觉得已经不错了, 终究比不上主子的一声肯定。 边与关喜领聊着的凤九来到树林处, 看见众名凤卫都站在那里, 一个个笔直如松, 气势凛冽, 浑身充斥着雄雄战役。 来到众人的面前停下脚步, 就见众人单膝跪地, 恭敬地行了一礼, 扣见主子。 起来吧。 凤九示意着, 目光在前面的罗宇八人身上掠过后, 便朝他们身后的那些凤卫扫去, 神石一扫, 大概将他们的实力品阶净收眼底。 比起半年前, 确定是进步了不少, 再加上路上, 他哥也跟他说了, 战斗力的提升和应变能力都有提升, 看来也是差不多了。 分为两队对战, 我要看看你们的战斗力。 他吩咐着, 继而退开, 来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站着。 是。 众人听到他的话后, 迅速分成两队对战, 一时间, 拳头涌动的气流声, 以及那低含声不时的传出。 拳头相击, 仿佛蕴含千斤之力, 掌风相对, 有如灵力刀刃。 怎么样? 可还满意。 关系领讯问着, 一边看着下方战斗着的众人, 道, 都是按照你说的训练方法来的, 有伏击小队, 也有跟踪小队, 以及主攻小队。 半年的时间, 我觉得他们的实力达到这样, 已经算不错的了。 凤九看着, 道, 若是正面迎敌的话还有风险, 不过他们若是互相配合, 却是可以做到一举击杀, 确实, 看他们的对战, 战斗力比先前提升了不少, 看来你是下了不少功夫。 嘿, 那是, 你把他们交给我, 我自然不能让你失望不是吗? 关系领露出笑意说着。 凤九一边看着下面凤卫们的交手, 一边道, 哥, 我准备带他们出去实战, 轩辕帝国那边, 既然遭到其他几国围攻, 我想从暗处对他们下手, 来个釜底抽薪。 没问题。 关系领朗声说着, 算我一个,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他转头看向他, 笑道, 好。 约莫一个时辰左右, 一个个的凤卫在凤九的一声命令下, 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经过一战, 他们一个个身上都有着一些擦伤, 哪怕是被对方打倒, 他们都继续站了起来, 因此, 一番交手之后, 身上受伤是必定的。 将你们各支小队带回休息吧。 两天后, 我有任务给你们。 凤九站在高处对面, 他们说着, 是。 众人应着, 在每支小队队长的带领下, 迅速离开。 两天后, 他留下十名凤卫, 以及小黑熊和绿毛, 在谷中陪着他爹娘, 其他的人则分成几支小队, 在杜凡河关洗领, 以及凤九三人的带领下分三队出发。 他们没有一起走, 而是分开走。 而目的地却是一样的, 那就是八大帝国的, 那正在围攻宣元帝国的四个帝国之一。 另一边, 在宣元帝国的皇宫中, 宣元莫泽收到了炎殿发来的凤九信息, 得知他已经出关了, 而且已经动身前往八大帝国时, 仍有些担心。 消息上并没说他如今的实力中多少, 但, 以正常来说, 原因巅峰进阶上来的, 自然就是非先七了。 他觉得, 就算是凤九修炼的天赋在出众, 以及有丹药为辅, 那么, 实力提升最强也就在非先巅峰。 虽说非先巅峰强者已经不弱了, 只是, 若是让那些人又再度盯上他, 那势必会是围攻。 旁边的灰狼, 见他看到传回来的消息后, 便皱着眉头沉思着, 梁九也没反应, 便偷偷地移了两步, 凑上前一看。 大约看到信上的消息后, 他咧嘴便笑, 主子, 鬼一他要过来了呀。 他会再出现, 肯定是实力比先前要厉害。 若是他来了, 还可以帮上主子一二, 主子应该开心才是, 怎么愁眉不展啊。 非先修士的实力, 也不能说有多强, 那些人找了他几个月没消息, 才将目光移开。 若是知道他又现身, 肯定不会就这样放过他。 轩辕莫泽沉着声音说着, 手指在桌面上轻敲着, 发出扣扣的声音。 因为这是, 有上游的势力插手, 以至于他用了半年的时间, 也没能将这事情摆平。 若是以往, 那几个国家根本不敢这样一逼再逼。 然, 如今他们背后有上游势力的人荡靠山, 自然是无惧他轩辕帝国。 相反的, 若能将他们国家拿下再瓜分, 自然对他们大有好处。 这半年来, 炎殿的势力也受到摧毁, 他父皇又成了这样, 轩辕帝国内外动荡太大, 又有上游势力干扰, 想要平稳下来, 一时半刻, 还真是做不到。 文言, 灰狼便道, 我觉得, 诡异不是没分寸的人, 他既然出来了, 肯定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主子不用太担心, 等到时见了鬼衣, 就知道他的计划了。 轩辕莫泽沉默着没有开口, 心下知道, 也只能等着他到来了。 然而, 他不知的却是, 凤九他们, 虽是往八大帝国而来, 却并非前往轩辕帝国, 而是那围攻轩辕帝国四个帝国之一的的赤水帝国。 这赤水帝国, 自从那一回联姻不成, 还灰溜溜地回去后, 便对薛原帝国怀恨在心, 尤其是薛原莫泽和凤九, 那在他们两人手中吃过亏的赤水国太子和三公主一直记着, 因此, 当说到要对付薛原帝国时, 赤水国可说是出力最大。 因此, 在一个月左右的路程后, 最先抵达赤水帝国的凤九等人, 便前进了赤水皇城, 埋伏在其中一方面打听消息, 一方面等着关锡岭和杜凡他们的到来。 而在赤水皇宫中, 那赤水太子和三公主正在大殿中, 跟他们的父皇商议着事情。 父皇, 如今薛原帝国父辈受敌, 我们为何不称此一举灭了他们? 赤水太子不解地问着, 就是, 父皇, 这是一仰我赤水帝国威名声望的时候, 那薛原老头已经是废人一个, 无需拒他什么, 眼下最难对付的也就只有那薛原莫泽, 但以你们帝国之力, 再加上其他的三个帝国, 以及背后的靠山, 我觉得眼下的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想到当年被退婚受辱一事, 他就气得牙狠狠。 那个凤九, 据说是凤凰皇皇朝的公主, 而今, 那凤凰皇皇朝早被他们背后靠山的强者摧毁, 整个皇宫毁于一旦, 就连那凤九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口气算是出了, 只是, 那薛原莫泽, 想到那薛原莫泽, 还在那薛原帝国皇宫之中镇守着, 他心下有怨恨, 也有欣赏。 那个男人, 不仅有着天人之姿, 更有着极为出色的能力, 只可惜, 他是个睁眼瞎, 放着他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绝世美人不要, 偏偏爱上了那个下等国的公主凤九。 他帮他辱他们, 将他们踩在脚底下, 从那时时, 他就知道他们赤水帝国与薛原帝国是势不两立的, 只看谁有本事站到最后成为众国之首了。 而现在, 他们有背后势力相助, 想要成为众国之首, 想来已经是极为容易。 你们以为那薛原墨, 则是普通人吗? 赤水帝国的国主低笑着, 看着底下的一双儿女, 从当初薛原帝国内乱, 几位皇子相争一世到现在, 你们看看, 活下来的有几个? 他站了起来, 脉步走到大殿中, 覆着手道, 再说了, 且不说他的自身实力修为, 就是, 他中了千年寒冰毒, 还能活到现在一世, 你们就应该看出, 这薛原墨则, 才是最难缠的那一个。 兄妹两人听了, 不由地相识一眼, 没有说话。 一般人若是中了千年寒冰毒, 毒发三次必死, 而他的千年寒冰毒, 这年头可是不短了, 还能让他给解了。 你们说, 像这样的一个人, 又岂是我们想杀, 我们想灭, 就能灭得了的。 赤水国主看了两人一眼, 道, 而且, 你们可知, 这薛原墨则的实力修为。 他的实力修为, 兄妹两人相识一眼, 道, 以他的年纪和天赋来看, 他应该是非仙强者吧。 非仙强者? 呵呵呵, 赤水国主笑着摇了摇头, 你们连他是什么样的实力品杰都没弄清楚, 就想杀他。 没弄清楚吗? 他一直以为, 轩原墨则是非仙强者, 毕竟, 非仙强者, 就是他现在接触过最强的存在了。 父皇, 难道说, 他不是非仙强者? 赤水太子的拳头握了握, 心头有些愤恨和不甘, 轩原墨则是太子, 他也是太子, 但, 两人就是差了很多, 就仿佛, 他一直被他压着一般, 十分不甘。 据我所知, 这轩原墨则的兽行, 肯定不止在非仙级别。 他的声音一顿, 又道, 不过, 不在非仙级别, 那就可能是在先生级别了。 只不过, 就算是我也, 未曾见到过先生。 他的声音有着感慨, 道, 修炼若是难修到先生, 那可真的是一脚踏入仙界了。 一名先生的实力, 可是相当于百名非仙强者的实力。 而轩原墨则的实力, 才是我们一直忌惮的。 你以为, 我们虽有上游势力荡靠山, 但真遇到危险了, 上游势力的人会救我们吗? 他摇着头, 道, 太天真了, 你们太天真了, 我们和几个帝国联手, 但, 谁也没真正的出手, 无论是哪个国家出手, 势必会是折损最严重的那一个。 若是我们先出手, 我们帝国的人折损最严重, 那其他国家的人, 若是趁机动手, 那不是徒劳无功, 给他人做嫁衣吗? 他是帝王, 是国主, 想得要比他们的远, 他们只想着眼前, 而他想着的, 却是以后。 上游势力的人没动手, 却让他们来动手, 几个帝国又相互推托着, 就是不希望正面跟沿点的人动手, 谁第一个先冲出去, 一定会是死得最多的一个。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就一直这样等着? 赤水太子问着, 有些不甘? 当然不会。 赤水国主道, 我以上游势力的名义, 给其他三国发了信, 告诉他们, 让他们每人抽出一只兵马来。 到时四个国家同时调动兵马, 一举攻上轩辕帝国, 直接将他们的地狱瓜分。 听到这话, 赤水太子和三公主心头兴奋。 父皇, 那可有需要我们做的, 请吩咐。 赤水国主一笑, 挥手道, 等着吧。 时候一道, 自然少不了你们。 是。 两人齐声应着, 看着他们父皇往外走去, 便也跟了上去。 而在宫中枝头处, 有火凤缩成的一只小鸟, 正在枝头上站着, 将他们的话听在耳中, 看着他们离去后, 便拍着翅膀离开, 准备回去向凤九汇报。 在赤水皇城的城郊外小树林中, 凤九等人扎营休息着, 吞云趴凤九的身边半眯着眼, 而老白则缩小了形同一条小白蛇一样, 缠在树枝上面睡着。 他们一边休息着, 一边等着另外两只小队的到来, 而在这时, 缩成拳头大小的火凤, 拍着翅膀回来。 看到火凤飞了回来, 凤九伸出手去, 让火凤停在他的手中。 怎么样? 可听到什么消息? 他轻声问着, 火凤拍了拍翅膀, 道, 有, 赤水国那老家伙, 他说要联合几个国家的人, 一起进宫薛园帝国。 他将在宫中听到的消息, 一一告诉凤九, 等待他接下来的命令。 听到火凤的话, 凤九勾起了唇角, 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老家伙, 倒是打得如意算盘。 既然他不怕死, 那他就从他先下手。 他命众人先潜伏着, 又让火凤去宫里盯着。 其他的人, 则等着关锡林, 以及杜凡他们两对人到来。 而这一等便是两天。 两天后的, 一个傍晚, 关锡林和杜凡带着他们的小队来到的小树林, 在山林中盯梢的凤卫一见到他们, 便将他们带到凤九那里去。 关锡林一看到凤九, 便大步地走上前, 朗声笑问, 小九,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我们一路上都是用飞行的, 没想到还是比你们晚。 主子, 杜凡和凤卫等人恭敬地行了一礼。 凤九看了他们一眼, 笑道, 比你们先到了两天, 你们路上一切还顺利吗? 路上没出什么事, 还好, 他们笑说着, 凤九点了点头, 都休息会吧, 我把接下来的事情跟你们大概说一下。 于是, 众人都到树下围着火堆坐了下来, 看着他, 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既然大家都到了, 我准备明天晚上动手, 动静不用大, 主要以暗杀为主, 只要赤水国主掌权的人死了, 那赤水国就会是一盘散沙。 到时, 他们顾着自己都顾不过来, 自然不会再有时间去对付宣渊帝国了。 接下来, 凤九将计划细节跟他们说了一下, 而后问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大家应了一声, 声音枪枪有力。 很好, 吃点东西后都抓紧时间休息吧。 他示意着, 让冷华和冷霜将烤好的的肉分给众人, 自己则起身离开, 到周围走了走。 见状, 关西领跟了上去。 小九, 我们到了这边的消息, 你有没跟莫泽说一声? 凤九回头看了一眼, 笑道, 他应该只知道我们到八大帝国来, 却不知我们到的是赤水国。 他打算给他个惊喜, 帮他解决掉这些潜在的问题。 文言, 关西领摇了摇头, 笑道, 那他现在应该是在担心了, 他可不知道, 你的实力已经是先胜巅峰, 我估计, 他应该以为你的实力到了非先巅峰。 听到这话, 凤九勾起唇角笑了笑, 他很快就会收到消息的, 等他将赤水国的国主杀了, 毁去他皇城中的半边势力, 他自然就能收到消息。 而且, 到时不仅他知道, 另外的几个国家的人也会知道, 到那时, 他们定会紧张防范, 担惊受怕, 毕竟, 赤水国的国主, 可是一位非先中期的修士, 到时候, 只要他再灭了一个帝国的国主, 他相信, 那时的震慑力, 绝对会比杀了赤水国国主的还要大。 看着身下的妃子, 双眼大睁, 一动不动地死去。 赤水国主心头发出,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向一转过头来, 当那身后持剑地跃入眼底时, 眼中最先划过的, 是一抹惊艳, 只见那人一袭耀眼红衣, 浑身散发着一股飘渺仙气, 那雌雄, 南辨的轻视容颜, 带着邪魅之色, 隐隐地, 他仿佛看见这红衣人, 轻挑眉头唇角微勾,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认出我是谁了吗? 凤九问着, 压着长剑加重了力道, 在他的脖子上, 划出了一道口子, 渗出了一丝鲜血。 刺腾让赤水国主猛地回过神来, 看着眼前的人,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你, 你是凤九。 据闻凤九有着绝世容颜, 喜好红衣, 手持清风之剑, 而眼前之人, 一心红衣容颜绝美, 那压在他脖子上的, 正正是清风之剑, 不是凤九, 又会是谁。 不错, 既然认出了, 那你可以去死了。 凤九勾唇一笑, 眼中寒光滑过, 见风一转, 瞬间刺入他的丹田之处。 死。 那最后一刻, 赤水国主想要一搏, 谁知, 一身的灵力气息, 竟无法调动起来。 原本想要避开的举动, 也没能避开, 生生地受了那一剑。 他只感觉到, 那清风剑刺破了他的内丹, 一剑毁去了他的生机, 让他想要原因出逃出半步道。 身体僵硬地盯着他, 心中愤合而不甘, 不甘就此死去。 但, 一口气咽下, 整个人仍直挺挺地倒下去。 凤九抽回长剑, 看着那死不明目的赤水国主, 冷笑一声。 你放心, 你的儿子和女儿, 很快会去跟你做伴的。 他转身往外走去, 吩咐一声, 将他的尸体带上, 掉到皇宫门口。 是。 两名凤卫从暗处闪身而入, 将那里面的尸体拖出。 守在外面的关系领见他出来, 道, 暗处的两名飞仙修士也解决了, 可以去那赤水太子那里了。 嗯, 走吧。 他应了一声, 带着他们往下一个目标而去。 赤水太子正在练武场中练武, 自那年在轩缘帝国那边受了耻辱后, 他回来便发奋修炼, 是要将实力修为提升上来。 眼见那轩缘帝国就要被灭, 他心中兴奋不已。 灭了那轩缘帝国, 他要将那轩缘莫泽踩在脚底下。 至于那个据说是轩缘莫泽女人的凤九, 他也要将她找到, 将她囚禁起来, 成为他的奴隶。 砰砰砰。 一个连环踢, 八名陪练的暗卫一个个倒了下去, 闷哼出声, 半想也没能站起来。 废物! 八个人一点用处也没。 赤水太子衣袖一甩, 锐利的双眼扫向地上的八人, 站起来继续。 八名暗卫相扶着, 从地上站了起来, 感觉到体内灵力气息的流失, 他们有些惊恐, 太子殿下, 属下, 好像身体有些奇怪。 是, 我也是, 好像灵力有些使不上来。 另一人也说着。 没错, 我的也一样。 另一人也点了点头。 赤! 赤水太子痴笑一声, 本殿下怎么没感觉? 那也许是你运气好, 还没喝到宫中的水。 一个声音就那样传了过来, 惊得众人猛地回头。 赤水太子听见那声音时, 心头一震, 不可思议地看向那一袭红衣 从夜色中走来的身影, 失声嘀呼, 凤酒。 你居然跑到我们赤水宫中来了! 你好大的胆子! 惊愕过后, 赤水太子盯着那抹红色身影, 眼中却浮现了强烈的战友欲。 来得正好, 正太子正想着你呢。 他阴瑟瑟地冷笑着, 目光扫过他身边跟着的关喜岭, 以及身后的十来人。 赤! 带着这么点人, 就敢进我赤水皇宫。 凤酒, 你真是太狂妄自大了。 今天, 本殿就要让你们一个个都逃不出去。 动手! 除了那穿红衣服的, 其他的旧地朱纱。 然, 声音一落, 却没见到动静传出, 只有前方缓步走来的凤酒轻笑的声音。 他愤怒地回头立幕一扫, 喝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见本。 话到一半, 声音却骤然停住, 因为那几名陪练的暗卫, 一个个白着脸色跌坐了下去, 额头上渗着冷汗, 就是没有一个动得了。 这时, 他想到了先前他们的话, 以及凤酒说出的那话。 想到他精通医药, 不由地心头一震, 怒视着他, 你下药。 嘖嘖嘖, 现在才反应过来啊。 凤酒摇了摇头, 缓步走着的步伐停了下来, 哥, 这个人给你练手。 好。 关系领沉声一应, 大步上前, 整个人如同虎豹般瞬间掠出, 拳头挥起, 带起一股凌厉的锋刃, 狠狠地击向了那赤水太子。 强大的威压袭来, 让那赤水太子一正, 迅速警惕起来, 他提起体内凌厉气息, 想要去接纳一拳。 谁知, 两股气流相互反弹着, 他的灵力气息生生被吞噬, 旋力气息逼近, 将他整个个生生地撞飞出去。 砰。 啊。 那一拳重重地击落在他的胸口, 发出砰的一声, 旋力在他体内扩散开, 那一瞬间, 就仿佛他的五脏六腑发被旋力气息覆盖, 直至, 发出咔嚓之声。 死。 啊。 七力地惨叫声传出, 只是一拳, 便伤及他的五脏六腑, 让他无法再站起身。 只是一拳, 便毁去了他的丹田修为, 让他如同一个废人般地在地上惨叫着, 无法反抗。 关西凌甩了甩手, 哼了一声, 赤水太子, 也不过如此。 凤九勾起唇角轻笑着, 是不过如此。 被当面如此嘲讽, 赤水太子羞愤不已, 心中却生起一股骇然。 他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且, 一拳就被废了, 看他们的样子, 一定还不会就这样放过他。 当下, 摔倒在地上站不起来的他, 一边往后移退着, 紧咬着牙关, 一边掐碎了他父皇给他的求救玉牌, 只要玉牌一岁, 他父皇就会知道, 到时候, 这些人就死定了。 然, 那爹坐在一旁的几名陪练暗卫, 却一副见鬼的模样, 盯着那站在后面的凤九, 盯着后面两人手中拖着的一人。 那人, 那浑身上下赤裹着, 只有一条明皇底裤的人, 不是他们国主又是谁。 国, 国主, 其中一名暗卫喃喃地患着, 整个人被吓得乱了心神。 你们等着, 我父皇马上就来了, 只要我父皇一到,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赤水太子, 强忍着身体里的剧痛, 惨白着脸色威胁着。 凤九和官洗领两人, 站在那里看着他, 他们并没去阻止他, 掐碎玉牌求救。 因为这宫里的人, 一些暗处的人都已经让他们给解决了, 剩下的一些护卫, 又能有什么用处? 就连那国主都死了, 他想求救。 呵呵, 那也得有人来救才行。 殿, 殿下, 国主, 国主在那里, 一名暗卫颤抖着双手, 指着凤九的身后, 指着那后面的, 两名站在夜色中的凤卫, 手中拖着的一人身上。 赤水太子, 顺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 咋一剑, 生生惊住了。 你, 你杀了我, 我父皇。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是啊, 我杀的, 正好你父皇正在跟一妃子在翻云覆雨, 我就一剑刺下, 就那样死了, 一点也不费劲。 凤九闲闲地说着, 看着他惊恐的脸色, 笑道, 你还有人可以求救吗? 我不介意, 顺便将来救你的人一起杀了。 你, 你跟恶魔, 你, 一, 他大骂着, 想要逃, 却发现, 自己根本逃不了, 金丹被碎, 五脏俱损, 又有凤九这些人盯着, 他如何还逃的了? 恶魔? 呵呵, 他冷笑着, 看着他, 好好的日子你们不过, 偏偏要与我们作对, 落得这样的下场, 你怪谁? 要怪, 就去怪那给你们荡靠山的人吧。 关锡领大步上前, 一把揪起赤水太子, 别跟他废话, 直接杀了。 说话间, 他一手抬起, 朝他天灵盖上一拍, 不, 不要。 然, 砰的一声拍落, 他整个人七孔流血, 双眼大睁, 随着这一拍的落下, 那声鸡声声的掐断, 整个人软绵绵地倒了下来, 致死, 一双眼睛也还大睁着, 带走, 关锡领将那赤水太子的尸体一甩, 让凤卫拖着, 还差一个赤水三公主, 凤九眯了眯眼, 转身离去, 半个时辰之后, 皇宫中燃起了大火,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惊呆了城里城外的人, 而当那些人赶到皇宫大门口时, 却又被惊住, 那皇宫大门口上吊着, 三具尸体, 那三具尸体不是别人, 正正是赤水国主和赤水太子, 以及最受旁爱的赤水三公子, 一时间, 整个赤水帝国都震动了起来, 在这一夜, 皇宫中无意火口逃出, 而皇宫中的宝贝, 无论是灵药还是珍宝, 全部被搬了个干净, 赤水帝国太乱, 赤水国主一脉进王, 其他的则趁机想要夺得大权, 因此, 整个赤水帝国迅速地陷入了争权夺利的危机, 当赤水帝国的消息传开时, 其他的几个帝国皆是震惊非常, 堂堂八大帝国之一的赤水帝国, 居然在一夜之间沦陷, 而究竟是何人所为, 居然无一人知道, 当宣元莫泽得知消息时, 已经是数天之后的事情了, 宣元皇宫之中, 他副手站在宫殿中, 看着外面的天空, 心头一叹, 难怪他在这里等他, 一直不见他的到来, 原来是去了赤水帝国, 也真是太乱来了, 在宫殿中站了一会, 他唤了一声, 灰狼, 主子, 灰狼从外面走了进来, 朝他行了一礼, 咧嘴笑问, 主子有什么吩咐呢? 宣元莫泽撇了那咧着嘴傻笑的灰狼一眼, 嘴角微不可查地抽了抽, 他一开视线, 这才沉生道, 你带一堆人过去帮凤酒, 啊? 灰狼愣了一下, 过去哪里? 主子知道, 鬼一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帝国, 剩下的三个帝国中, 你觉得他会对哪一个陷下手? 他看着外面的天空, 眸色幽深, 灰狼想了想, 啊, 东耀帝国实力, 在剩下的三个帝国中属最强, 我觉得, 鬼一应该会留到最后吧, 至于其他的两个, 一个离赤水国较远, 一个离赤水较近, 所以我觉得, 鬼一应该会究竟灭了离赤水较近的那个帝国, 是吗? 听到这话, 灰狼诧异, 难道不是? 听主子这意思, 莫不是觉得, 鬼一不会对较近的帝国出手? 你带一对人, 去东耀帝国等他吧。 他沉着声音吩咐着, 灰狼一正, 却也没再多问, 而是恭敬地应了一声, 是, 既然主子这么说, 那他就照办吧。 于是, 行了一礼后退了出去, 掉了一对人后, 跟隐医交代了一声, 便往东耀帝国而去。 漆黑的夜色中, 天山却是雪白一片, 连带的在那白雪的映射之下, 光线也变得清晰。 夜风之中, 天山之巅, 一袭白色衣袍着身的天机老人, 覆着站着, 看着夜空中的耀眼星辰, 惊叹不已, 难难低语。 真不愧是凤星, 逆天之捷径, 也能轻易化解。 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师尊。 同样一袭白衣的墨尘走了过来, 站在他的身后。 墨尘, 你去吧。 去到他的身边, 你身上的生死结, 破结之人就是他。 他回过身来, 看着墨尘说着。 听到这话, 墨尘危政。 师尊不是说过, 要等他自己破了自己的逆天之劫后, 才让弟子下山吗? 难道, 他已经破解了? 这才半年的时间, 他听说, 凤凰皇皇朝毁灭, 当夜大火烧尽了凤凰皇皇宫的一切, 就连凤老爷子和他的夫人也葬身于烈火之中。 而且, 凤老爷子的小儿子也成了蒙兽的腹中之物。 而凤九, 带着他的父母以及谨慎的凤卫远走他乡, 半年的时间, 没有半点消息, 就如同在人间消失了一般。 在这段时间, 就连轩辕帝国也受到多方加工, 处于动荡之中, 八大帝国之间的战争, 仿佛一触即发, 就连各地的修饰都能感觉到那股剑拔弩张的气势。 而在这时, 他师尊突然叫他下山。 难道, 他要出现了吗? 呵呵, 他本是逆天而来之人, 天命之人本就强大, 不过半年的时间, 这天下局势就开始转变。 天机老人说着, 一边俯着胡子, 看着天空中的那一颗耀眼的星辰。 看到了吗? 凤星又出现了, 而且比起之前, 光芒更省, 为时可以肯定, 他身上的逆天之劫, 应该被他自己化解了。 师尊, 那他的爷爷他们, 真的都死了吗? 墨尘忍不住问着,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生亦是死, 死亦是生, 去吧, 下山去吧。 他迈步离开, 往回走去, 一步步踩在雪地上, 却是踏雪无痕, 只留下他那飘渺的声音, 在星空之下回荡着。 墨尘看着他的身影, 渐渐地远去, 直到消失不见, 这才收回了目光, 看向了夜空之中, 那颗耀眼的星辰。 两久, 他便往院中走去, 准备收拾下东西, 明天一早便下山, 而在另一边, 上游大陆。 庭院之中, 素希扶着脸色苍白的凤三圆走动着, 在院中晒晒太阳, 走了一会后, 便扶着他在院中卧榻躺下。 小心点, 素希说着, 给他盖了一层宝毯, 也不知夜儿现在怎么样, 凤丫头不知有没找到他, 这大半年过去了, 他们可还好。 凤三圆缓声说着, 声音有气无力, 半年前在大火中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他以为他是活不了了, 没想到, 再次睁开眼睛时, 却还能看到这个世界, 以及他的夫人。 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救了他们的人, 竟会是他意想不到的人, 慕容一轩。 慕容公子不是说了吗? 现在有上游的势力在盯着他们, 小九他们应该已经隐藏起来了才是, 没消息对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 至少可以知道他们是平安无事的。 素希柔声说着, 轻声安慰着他, 哪怕他心里也担心着, 却也知道, 担心也是无用的。 现在的他们, 不是在八大帝国, 也不是在凤凰皇皇朝, 而是在这上游大陆, 这个曾经怎么也不会, 想会来到这边的大陆。 而当初, 在大火中救了他们的人, 竟是那曾经要日国慕容皇族的王子, 慕容一轩。 一个他只听说过, 却没想到过会见到的人, 就那样出现, 将他们救了。 后来听他说, 当日的那个着火的宫殿, 是他原本的宫殿, 那里面本来就有密道, 他是出门路过凤凰皇皇朝, 才会想着从密道进去看一看的, 没想到, 却阴差阳错地救了他们。 老爷, 夫人, 公子来了。 一名在院中事后的婢女进来禀报了一声, 而后又退了出去。 夫妻两人听了相识一眼, 皆想着, 这次得好好打听一下, 看最近有没凤九他们的消息, 毕竟上回慕容一轩过来时, 也带来了消息, 只是, 并不是好消息。 虽然他们仍在这上游大陆, 但透过慕容一轩, 也知道凤凰皇皇朝被毁, 也正是因为知道敌人的强大, 他们才在这里静仰着, 没有冲动赶回去, 就怕再出了这样的事情, 让他们担心, 但纵是如此, 在这里, 他们却觉得度日如年。 在夫妻两人沉思着时, 一袭白衣着身的慕容一轩, 缓步走了进来。 他身上只是简单的白色衣袍, 末发树风玉冠, 腰间佩戴着玉佩, 以及别着一只白玉笛子, 不乏轻缓而沉稳, 而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名黑衣护卫。 凤爷爷, 老夫人, 进了院中的慕容一轩, 朝两人行了一礼。 坐吧。 老爷子示意着, 看着眼前这个白衣翩翩的儒雅公子, 心下一探, 当年凤凰皇皇朝成立后, 他就不知去处, 就如同消失了一般, 没有半点消息, 想不到, 最后竟会在那样的情况下再见, 而且还是, 他救了他们。 想当初, 他也是急看好他和小九这一对的, 只可惜。 好。 慕容一轩点了下头, 在桌边坐了下来, 看着两人温温, 两位的身体可有好些, 要有按时吃吗? 闻言, 苏西便道, 让慕容公子挂心了, 我的伤子恢复了, 三元的伤太重, 养了大半年, 也未见好转。 这都是我的不适。 将两位留在这里, 又先少过来探望。 他歉意地说着, 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 这救命大恩, 日后定报。 凤三元说着, 凤爷爷别这么说, 他摇了摇头, 我自小与清歌在府中玩耍, 也一直将凤爷爷当成自己的爷爷, 虽然后来出了那些事情我无法阻止, 但我知道, 这一切都怪不得别人, 就像这次, 能意外救了凤爷爷和老夫人, 我也很是开心。 他看着两人, 笑道, 其实这次来我是有消息要告诉两位的。 两人听了相识一眼, 问, 可是有小九他们的消息。 慕容一轩点了下头, 我最近凤师尊之命下山办事, 听到了一个消息, 我觉得, 这是可以是跟凤九有关, 所以过来告诉你们, 而且, 我给轩缘莫泽那边送去了一封信, 通知他们, 你们两位的下落。 事过半年, 那些人已经没叮得太严了, 而且, 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帝国在一夜间被灭了, 此事, 我猜想极有可能是凤九所为。 我想, 如果两位想回去的话, 等身体调养好些, 应该可以回去看看。 两人听了有些惊讶, 你是说, 我们可以回去了? 他笑着硬着, 是可以回去, 不过, 我希望等你们伤好了再回去, 这样就算路上遇到什么麻烦, 也可以解决。 好, 我们知道了, 等他们回去, 先去轩缘帝国找轩缘莫泽, 他应该知道凤九在哪里, 而且, 只要问他的话, 应该可以知道一尔有没跟他们在一起。 慕容一轩站了起来, 道, 我还要回山中复命, 就此告辞了。 你不多做吧, 这就要走了。 凤三元问着, 看着慕容一轩, 心里也是说不出的复杂。 不了, 我还有药, 不能耽搁。 他笑了笑, 转身离开, 往外走去。 我送你。 素希起身相送, 将他送出外面后, 这才回来, 走到凤三元的身边。 你说他说的那事, 会是小九做的吗? 那八大帝国之一的赤水国, 战斗力是何等的强大, 会不会因此而招惹来什么危险? 凤三元看着天空, 缓声道, 这事情是避免不了了的, 该来的危险还是会来, 主要还得看怎么做。 在八大帝国中, 那其他的三个帝国, 最近也处于警惕与惶恐之中, 尤其是, 每每想到赤水帝国的国主, 是赤果着身体死的, 死后, 还被吊在皇城门口的一幕, 哪怕他们没有, 亲眼看到, 但, 每次想到, 都让他们心头紧张不安着。 离赤水帝国最近的落月帝国的国主, 此时正在宫殿中询问着派出去探查的人, 这些天过去, 难道还没查到消息吗? 殿中跪着的人不敢抬头, 道, 回国主, 赤水国中毫无线索, 不知是何人所为, 那轩辕帝国的太子轩辕莫泽, 也一直在帝国之中, 未曾离开, 盐殿的势力紧守着轩辕帝国, 也不是盐殿的人做的。 听着这话, 落月帝国的国主, 警惕着的心, 却并没放下来。 不是轩辕莫泽动的手, 那又会是谁? 这股势力绝对可以断定, 是相助于轩辕帝国的, 否则, 不会在这时对赤水帝国动手。 赤水国主是非先强者, 都那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杀, 每一每想到这一点, 他就睡不安稳。 会不会哪一天夜里, 他的床边也站着一个, 想要取他命的人? 没用的东西, 退下吧。 他挥手示意着, 焦躁不安地喝了一声。 跪在大殿的人, 只能恭敬地应了一声, 便退了出去。 落月国主在殿中来回走着, 不多时, 又沉声一鹤。 来人? 国主! 外面进来两人, 恭敬地行了一礼。 再加一对寻位, 一只蚊子, 也别放进皇宫里来。 落月国主吩咐着, 是。 那两人退了出去, 吩咐下去, 再在皇宫中, 加多一对寻位。 这已经是国主第三次向命令了, 可想而知, 国主此时的心情, 是有多焦乱。 而在东耀帝国中, 虽然派出去的人并没查到什么, 但, 东耀帝国的国主, 向众多有可能的下手的人的名字, 写在纸上自己排查着。 最后, 在上面圈出了凤九两字。 看着那个名字, 东耀国主阴沉的目光, 划过森寒沙翼。 除了这个凤九, 躺大的八大帝国, 和下游大陆各地势力, 谁会冒着得罪他们, 得罪上游大陆势力的危险, 去帮忙轩辕莫泽。 只是没想到, 沉寂了半年之久, 在他们都以为这凤九是吓得躲起来之时, 他却又出现了。 他喃喃地低语着, 声音透着狠辣之意地道, 既然赶得出现, 那这一回, 我一定要替你人头, 献给上面的人。 既然上面的人想要他的头, 那他就取他的人头送给他们, 拿他的人头当人情送。 这凤九称为鬼衣, 据说是在一道九等国当中的名声极大, 吃, 能有多大, 一个懂点医药的女人而已。 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 也敢称为鬼衣, 也敢说有一手起死回生的医术, 也敢得罪上面的人, 真是狂妄自大。 在他看来, 那一切都不过是外面的人夸大虚传的, 一个女人, 再有能耐, 又能撑破了天不成。 然而, 此时的他怎么也不会知道, 也不会相信, 在不久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被他看不起, 不放在眼中的女人, 会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 奉了轩原莫泽的命令, 先一步到了东耀帝国皇城城外的灰狼, 坐在树上探着气, 鬼衣会来这里啊。 主子消息也没得到半点, 就让我们来这里等, 这要是白等一趟呢? 头, 也许鬼衣真会来这里也不一定, 主子说的, 应该是不会有错的。 旁边的一黑衣人说着,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主子纯粹就是猜的。 灰狼白了他一眼说着, 我还想着, 要是能碰上鬼衣, 好跟他一起动手杀个痛快。 若是没碰上, 我们就只能在这里干等了。 说着, 不带旁边那黑衣人说话, 他又道, 而且, 我觉得我若是鬼衣, 应该究竟先对落月帝国动手才对, 怎么可能会绕过来, 先对东耀出手呢? 头, 你不是一直说鬼衣就不是寻常人吗? 也许, 他跟咱想的不一样。 那黑衣人说着, 去去去, 他挥了挥手, 我说他不是寻常人, 是说他是有点变态。 那想法和做事方法, 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你才变态。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声声吓了灰狼跳。 他整个人从树上跌了下来, 站定后喝问, 谁? 枝头上, 火缝拍了拍翅膀飞了起来。 你这头狼, 不好好待着, 跑这里来做什么? 还说小九是变态? 你惨了。 说话间, 火缝拍着翅膀便往回飞着。 而反应过来的灰狼听到这话, 在认出那只小鸟是火缝时, 顿时一喜。 火缝。 尼亚的, 你怎么来了, 也不说一声。 你来了, 是不是诡异也到了? 真到了呀。 哈哈哈哈。 旁边的黑衣人们听到这话, 警惕中带着错愕。 那只小鸟, 是诡异的上古神兽火缝。 头, 它好像说, 要去跟诡异打小报告。 旁边一黑衣人小声说着, 灰狼一正, 盲追了上去。 火缝火缝, 你别激动。 来来来, 咱也好久没见了, 先好好聊聊吧。 跟你一头狼, 有什么好聊的? 火缝哼了一声, 拍着翅膀, 一下子便飞到前面去了。 灰狼让身后的人在原地守着, 自己跟了上去。 不多时, 就看到在约五百米外休息的凤九一行人。 诡异。 看到他, 灰狼显得很是激动, 当即快步地跑上前去, 真没想到你会来东药啊。 不是不是, 我是没想到, 我家主子想到了, 看到是灰狼, 凤九也震了一下。 你主子让你来的? 他居然知道他要来东药。 是, 主子说, 让我过来助你, 鬼医。 你不知道, 主子一直在等你去轩辕帝国, 谁知却听说你把赤水国主给灭了, 他很担心你, 所以就派了我过来。 灰狼说着, 看着凤九身边的一行人,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惊呼出声, 我的天, 这, 这不是凤卫他们吗? 还有老官爷在, 怎么一个个都跟吃了仙丹似的, 实力提升了那么多。 火凤看了他一眼对凤九道, 他说, 你是变态, 刚才我听到他在那里说你坏话, 一听这话, 灰狼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我绝对没有说你坏话, 我那是在夸奖你, 真的要相信我。 凤九听了, 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 却没多说, 只是问, 你们什么时候到得到的? 有几天了, 一直在这里等你, 我还想着, 不知你会不会, 去了洛月国呢? 说着, 他看了身后的凤卫等人一眼, 好奇地问, 鬼一, 他们的实力, 怎么进阶这么快? 这半年, 他们都在努力, 有这样的实力,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凤九笑了笑说着, 半年的时间, 有这样的实力, 看到我得都吓了一跳, 除了他们进阶之外, 你好像实力, 也提升了是吧? 难道是非先巅峰? 凤九闻言一笑, 我现在是先胜巅峰? 啊? 什么? 你居然已经到了先胜巅峰了? 太不可思议了, 你是怎么办到的? 这才半年的时间啊, 就是主子, 也没有想到, 你已经晋级为先胜巅峰级别的强者, 他还在为你担心呢? 灰狼说着,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继而又觉得理所当然, 不过也是, 如果不是你这样的级别, 又怎么可能轻易杀得了赤水国的国主呢? 凤九笑了笑, 嗯, 你带了多少人过来? 灰狼咧嘴一笑, 哦, 我只带了二十人, 不过一个个都是以一顶时的好手, 他们就在前面, 鬼衣, 你跟我的前面去休息吧, 嗯, 你带路吧, 凤九示意着, 于是, 众人跟着灰狼进入了小树林, 已经候在那里的黑衣人们, 看到他们走过来, 当即上去行了一礼, 见过鬼衣, 凤九点了点头, 都不用多礼, 而后回身, 对凤卫们吩咐着, 都休息会吧, 罗宇上前道, 主子, 我带些人去, 打些野味回来, 去吧, 小心一点, 凤九叮嘱着, 罗宇一笑, 硬着, 是, 于是, 转身带了一对人离开, 待他们坐下后, 灰狼好奇地问, 诡异你们, 是怎么杀了赤水国的国主的, 赤水皇宫里面的强者也不熟, 难道就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是怎么办到, 悄然无声地杀了赤水国主? 那些人, 南部成都睡着了吗? 想到这一点, 他猛的一震, 脑海中灵光一闪, 哦对了, 鬼衣一定是用药了, 果不其然, 就听他的话传来, 凤九笑了笑, 道, 我先让火凤将要投放到他们喝的井水里面, 那要无色无味, 发作野蛮, 他们自然没有察觉, 到了晚上, 我们就潜入皇宫, 分工合作不到一个时辰, 就将赤水皇宫一把火烧了, 将几具尸体挂到宫门前去震舍他国, 灰狼恍然, 原来是这样, 一旁的关系领笑道, 要不然呢? 你以为, 我们是直接正面杀进去吗? 若是正面杀进去, 那得损失多少人? 嘿嘿, 灰狼善善地笑了笑, 没, 我绝对没这么想, 旁边的凤九看向他, 问, 你家主子还好吧? 诡异不用担心, 主子一切都好, 灰狼咧着嘴笑硬着, 又道, 就是这半年发生的事情太多, 以至于主子整个人似乎也一直紧绷着, 有时忙到子夜还不休息, 为了, 他又补上一句, 不过诡异不用担心, 这半年来, 主子身边可没别的女人, 闻言, 凤九忍不住一笑, 行了, 别说些有的没的, 说着, 对关系领道, 休息会后, 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行动, 没问题, 关系领说着, 朝后面休息的凤卫们走去, 见此, 灰狼也没再打扰他, 而是在他身边不远处坐着, 看着他盘膝调气, 闭目养神, 接下来的两天, 灰狼看着关系领带着凤卫等人离去, 不由的, 他来到凤九的身边问着, 鬼一, 他们是去做什么?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不用, 让他们去就好, 盘膝修炼的凤九, 眼睛也没睁开地说着, 那我们什么时候, 进攻东药帝国? 灰狼问着, 这两天一直见他在这里, 除了关系领他们有些动静之外, 他一直坐在这里, 也没个命令, 他都不知, 他们是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谁跟你说, 我们要进攻东药帝国了? 凤九扫了他一眼, 细血地问着, 不是吗? 那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鬼一,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好歹也给我透露一点啊, 他苦哈着一张脸看着他, 他带着人一直在这里, 却不知下一步的命令, 这种感觉真是憋得慌, 等吧, 时候到了, 自然会跟你说, 凤九站了起来伸了伸腰, 既然闲着, 我们来活动下筋骨吧, 声音一落, 他已经挥拳攻向了灰狼, 灰狼见状迅速后退, 见他并没动用灵力气息的, 这才道, 那好吧, 我就当陪练, 陪鬼一练练手, 如果是动用灵力气息的, 他根本就顶不住他的一招, 不过, 若是没用灵力气息的, 那倒一回事, 而且, 指不定他还能在他手底下, 学到一两招呢, 想到这, 兴致顿时生了起来, 在避开的同时, 出手攻了上去, 两人在灵中交手, 周围的黑衣人, 眼睛不由的一亮, 都盯着他们两人的招式看着, 他们投的伸手, 他们比较熟悉, 招式也见惯了, 但是诡异的却极少见, 此时一见, 便察觉出大不同来, 他的攻击灵力而对致命点, 动用灵力气息, 他们投在他的手里, 只怕连一招都撑不住, 而看到这些对致命点的攻击, 他们也暗暗记了下来, 而在东耀皇宫之中, 东耀国主瞇着一双阴痕的眼, 盯着下面的人, 你说什么? 在皇宫的后山, 发现了那些人的踪迹, 是, 属下等不敢打草惊蛇, 特意前来禀报国主, 黑衣人沉着声音说着, 好, 好啊, 竟敢直冲着我东耀来, 本军定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来的了, 回不去, 他拳头一拧, 声音中透着森寒杀意, 而后, 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问, 可有看到凤九在那里? 那黑衣人沉默了一下, 道, 没有, 那里没有看到红衣的少年, 倒是有一男子, 气势非凡甚是凌厉, 应该是凤九的那个义兄官洗脸, 官洗脸? 哼, 东耀国主冷哼一声, 傅着手吩咐着, 盐老, 你就带着人过去, 将他们一举歼灭了吧, 盐老是他手底下两名非先强者之一, 有他过去, 想来, 灭一个官洗领和数十名凤卫, 是轻而歇举, 老夫遵命, 一名老者从后面走了出来, 一袭灰衣不起眼, 但, 一身内敛的气息却非同寻常, 只要这是办妥了, 本君少不了你的好处, 东耀国主说着, 谢国主, 国主就等着老夫, 提着那信官的小子人头来见吧, 说着, 拱手一礼后, 便往外走去, 东耀国主副手, 看着外面的天空, 冷声哼着, 狂妄小儿不自量力, 那就让我用你来措措奉九的锐气, 也许是觉得区区几十人而已, 而且还是从下等国来的人, 因此, 无论是东耀国主, 还是那阎老, 甚至是这东耀国的护卫, 都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一个被灭亡, 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亡命子民, 纵有点修为在身, 又能有多出色, 若真的很出色, 他们的凤凰皇皇朝, 也不会被人毁灭了, 对于奉命歼灭关洗领一行人, 阎老等人都看作是垂手可得的大功, 定管教他们, 一个个都无法逃出这里,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一个也别放走了, 他对身后的众人说着, 是, 众人沉声应了一声, 听说那些人只有几十人, 而他们这里, 可是足足一百人, 单单在人数上, 就占了上风, 就别说他们的实力, 本就比那些下等国的人强了, 想要灭了那些人, 根本就不是问题, 又怎么可能让他们逃了呢, 分两边走, 从左右包抄加工, 严老大手一挥, 示意他们往两边走, 将那在后山中的几十名凤卫包抄起来, 于是, 百来名护卫迅速向两边散开, 连起气息朝两边去, 准备来个大包抄, 与此同时, 关锡林以及杜凡和罗宇等八名凤卫队长, 已经候了多时, 丙溪听着动静, 一名凤卫无声略来禀报着, 爆! 来人约有一百人, 分成两队左右, 包抄向我们而来, 其中带队的是一名非先老者, 为了不被发现, 没有太过靠近, 看不清那人的面孔, 不过应该是信息上面的两名非先强者之一无疑, 很好, 关锡林说着, 看向杜凡, 都准备好了吧, 放心吧, 都准备好了, 只要他们进来, 必叫他们出不去, 杜凡自信地说着, 手中的白玉扇子, 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风, 闻言, 关锡林看向罗宇等八人, 各自带着你们的小队, 在阵法中埋伏, 一旦看到他们的人入阵, 格杀勿论, 是, 罗宇八人沉声一音, 声音铿锵而有力, 一个个浑身都充斥着战役, 他们等这一天, 等很久了, 今天, 倒要好好领教一下, 这东耀帝国护卫的实力, 因阵法的原因, 后山之处弥漫起一股青烟, 这股青烟并不浓密, 却似有若无地遮挡去了一些视线, 当东耀帝国的人, 放轻着脚步, 一步步地踩进了阵法, 而不自知时, 悄然无声的杀戮已经在开始, 凤卫们反手握着匕首, 不知从阵法的哪个地方, 冷不防地冒了出来, 一手捂住了对方的嘴, 握着匕首的另一手, 瞬间划过喉咙, 一条生命连坑一声都没有的, 就那样消失, 走在后面的人, 再一个个地减少, 而前面的人, 却没察觉到不对劲, 只是发现在这片迷雾之中, 似乎在转着圈一样, 你们有没发现, 我们好像在转圈? 这地方刚才似乎走过的, 为首的一名护卫说着, 会不会这里被射了阵法? 还有, 我怎么感觉这里面有些血腥味? 你们没闻到吗? 后面一人说着, 回头一看时, 冷不防地窜出一名凤卫来, 手中匕首便刺进了他的胸口, 嗯, 有, 埋伏在, 那人一口气卡在喉咙中没能咽下, 双目不甘地瞪着, 那突然窜出来的人, 一句话说出, 整个人也倒了下去, 有埋伏? 不知谁喊了一声, 整支队伍瞬间乱了起来, 迅速地围在一起, 背对着背防备地看着周围, 而这一看, 他们才看到, 他们这一支队伍, 原有五十人, 可现在, 竟剩下一半不到, 该死, 给我杀, 为首那人, 依稀从迷雾中看到周围窜出来的一片黑压压的人, 心头一惊地大喝着, 可谁知, 就在他的声音落下之时, 一道道的锈箭, 就那样从周围射了出来, 给我杀, 一个活口也别留, 这一回, 氛围当中的人大喝着, 他们没有冲出来, 而是对他们射出了锈箭, 数不清的锈箭射出, 如同剑语般朝那围靠在一起的护卫射去, 啊, 一声声凄厉的声音响起, 惊得林中的鸟拍翅纷飞, 也让那不远处的阎老心头一震, 心中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 是他们的人, 还是他们东药的人, 不, 应该是关系里那些人的惨叫声, 区区几十人, 又怎么可能敌得过他的百来人, 要知道, 这百来人当中, 可是不犯强者, 只是, 虽然心中这样安慰在自己, 心头的不安仍叫他不敢大意, 他往里面走去, 想亲自去看个究竟, 而在那阵法当中, 射击了一阵后, 在一声收的令下时, 锈箭瞬间停了下来, 而这时, 整整的五十人当中, 剩下不到三人, 而这三人则是原因期的修士, 罗宇和范林等四名小队队长, 以及杜凡相识一眼, 看着那三人, 吩咐着周围的凤卫, 其他人退后警戒, 这三个老东西, 就交给我们了, 声音一落, 五人瞬间掠出, 罗宇几人亮出长剑, 朝对方袭去, 而范林则命人点上了烟, 让烟的气味, 朝他们弥漫而去, 扩散在空气之中, 视线不是很清晰, 而刀剑的铿枪声, 却是声声传出, 凌厉的剑气在空气中划过, 将周围的树木削断, 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而开, 分不清是他们的, 还是对方的, 死, 啊, 一声惨叫响起, 隐隐听有一人倒下, 然, 战斗仍没结束, 其他的凤卫谨守在周围没有放松, 他们知道, 队长他们不让他们出手, 而是选择亲自出手的原因, 就是想将他们这边的伤亡降到最低, 毕竟, 以他们的实力, 对战金丹巅峰可以, 但对战元英级别的修饰, 还嫩了点, 半年的训练, 让罗宇等人的实力大有提升, 甚至, 已经不惧对战元英强者, 连同杜凡在一起, 五人联手, 剩下两人也很快地被他们歼灭, 只是, 纵是如此, 他们身上也受了些伤, 虽不严重, 但一番战斗下来, 气息也微乱, 撤, 一声令下, 凤卫众人迅速撤离, 赶往另一边帮忙, 而就在他们走后的半炷箱左右, 阎老来到这里, 看着那一地的尸体, 脸色阴沉, 拳头紧凝, 清精浮现, 凤卫, 好一只凤卫, 区区几十人, 竟敢托我百来人, 老夫定要看看, 面对老夫这个非仙强者, 你们是否还能挺得起妖面无拒责, 哼, 他阴沉着声音一甩手, 提起凌空而起, 到了半空, 见着底下整片都弥漫着烟雾, 视线不是很清晰, 唯有用神石往下一扫, 才能看清下方的一切, 神石扫过另一边, 见那边的人也打了起来, 而且还有着猛兽的声音传出, 想来, 定是还带着契约兽过来的, 于是, 他迅速赶往那下方, 人味道, 威丫便已经覆盖而下, 信官的小子何在, 有种的出来, 跟老夫一战, 蕴含着威丫的声音往下传去, 清晰地在后山中传开, 非仙强者的威丫已经覆盖而下, 顿时让下面的众人气息有些不稳, 老匹夫, 你官爷也等你许久了, 烟雾之中, 不见其人, 笑声先扬, 那震耳的笑声蕴含着一股强大的旋力气息传出, 丝毫不逊色于那阎老, 察觉到那股强大的旋力气息时, 阎老心头一震, 有些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看着那在烟材之中, 凌空而起, 助力于半空中的粗广汉子, 你, 你竟是武神强者, 选者修炼到武神级别, 就是八大帝国这边, 也极为少见, 而这人, 据说是下等国的人, 怎么修炼出武神之身呢? 心头的震惊与震撼在这一刻相互冲撞着, 只敢害浪平第二起, 汹涌地拍打着心头, 原本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取他人头, 去献给国主的他, 此时不禁有了一丝的凝重。 武神强者? 他活了这么多岁数, 还不曾跟武神强者交过手, 因为玄武者本来修炼就慢, 想要修炼到武神级别, 那得几百年的老怪, 也许才有可能。 然, 这个叫关锡领的汉子, 似乎才二十来岁, 如此年轻, 居然已经是武神中期的强者, 如何能不让他震惊? 这一刻, 心头有些迟疑, 也有些没底, 他非先强者, 能对付得了一名武神强者吧? 玄武者修的是武技和力量, 而他修的, 却是灵力和武行属性, 这若打起来, 到底会是谁更胜一筹? 就在阎老震惊于关锡领实力修为的这一刻, 只见凌空而起的, 关锡领手中大刀一挥, 夹带着一股强大的玄力气息, 以着掩耳不及的速度袭上前去, 锋利森寒的大刀划过空气中, 带起一股羞羞的灵力气息, 锁过之处, 锋刃如同鬼嚎一般骇人, 只不过是一瞬间的闪神, 就见那大刀夹带骇人的杀气朝他劈来, 严老猛然回神避开他的攻击, 同时衣袖一幅, 一股肉眼可见的灵力气流呼的一声, 从衣袖飞出, 如同弯跃寒刃一般的灵力, 咻! 灵力气流滑过空气息向关锡领, 关锡领以手中大刀一挡, 只听枪的一声传出, 大刀上的气刃与那股气流碰撞在一起后散开, 两人一来一往交手着, 看似不相上下, 然, 久战之下, 严老的灵力气息消耗过大, 渐渐的有些气息不稳, 攻击的速度也在不经意间放缓了下来, 看出这一点, 关锡领冷哼一声, 他视如破竹, 气势汹汹, 有如猛虎下斑斑狠扑而上, 手中大刀一挥, 吏声喝着, 老东显, 今天你的命, 我要定了, 震耳的声音, 夹带着强大的力量传出, 严老只感觉耳膜一振, 体内气血有些不稳, 一口鲜血更从喉咙涌起将要喷出, 却生生被他压了下去, 眼见关锡领挥动大刀朝他批来, 必无可避之时, 他取出长剑, 注入灵力气息直吟而上, 吭呛, 刀剑相碰, 清脆的铿枪声传出, 摩擦之间, 发出丝丝火花, 以及一声声丝丝的气流声, 两人的身上旋力与灵力相互抗衡着, 各形成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流, 保护着他们的身体, 咔嚓, 刀剑相抵之间, 突然传来一声咔嚓声, 似乎是冰刃将要断裂时的声音, 听见这声音, 眼老心神一阵, 尤其是看到手持的长剑上, 裂开一道细细的裂痕时, 更是心头大害, 砰, 咔嚓声之后, 就在眼老心头大乱之时, 砰的一声传出, 他手中的长剑生生地被折断, 剑剑羞的一声飞了出去, 砰, 没了长剑的阻挡, 那股气流直接击落在他的身上, 只听砰的一声, 那眼老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被狠狠地撞飞出去, 从半空中往下坠去, 啊, 眼老大惊, 在坠下的一瞬间, 想到的就是逃, 然, 关系领没有给他逃走的机会, 而是挥刀追了上去, 对着那背影便是狠狠一刀砍下, 咻, 砰, 那一刀砍落在眼老身上, 本以为足可令其毙命, 谁知他身上发了砰的一声, 一股光芒更是折射而出, 似乎是有保命法命在身, 再看去, 那眼老背后上衣破损, 那背后甚至连一点鲜血也没有, 见此, 关系领大刀在挥, 迅速追上, 你逃不掉的, 乖乖受死吧, 声音一落, 他将全身的玄力气息注入手中大刀中, 只见大刀迸射出一股森寒的强大光芒, 一瞬间, 整把大刀好似变大了一倍一样, 批出戏向眼老的一刀, 更是迸射出一道强大的刀影, 咻, 啊, 灵力的刀钢之气传出, 紧接着, 便见星红的鲜血在半空中溅出, 那前方逃跑的眼老生生的, 被身后的大刀劈成了两半, 凄厉的惨叫声带着不甘的传出, 在那空气中回荡着, 不, 那尸体在半空中掉落, 惨叫声也骤然而止, 周围仿佛在这一刻平静了下来一样, 就连空气中涌动着的灵力气息和旋力气息, 也渐渐地消失, 关锡岭从半空中跃下, 来到那眼老的尸体旁边, 将他身上的乾坤带, 以及空间戒指都收了起来, 而后转身看向走出来的凤位询问者, 都处理得怎么样, 放心, 一个活口也没留, 杜凡开口说着, 那就进行第二步计划, 关锡岭示意者, 朝罗宇等人看了一眼, 行, 我们马上行动, 罗宇八人开口说着, 八人分成两队, 带着凤位和吞云他们离去, 准备着第二步的计划, 关锡岭和杜凡相视一眼, 两人便也随着离开了这后山, 朝那皇宫而去, 而在城外, 再和灰狼练了一会, 便停下手来的凤酒, 看着天色渐落, 唇角便倾钩而起, 对他们说, 走吧, 你们不是想活动一下筋骨吗? 现在是时候了, 众人一听, 眼睛一亮, 这是要去灭了东耀帝国了吗? 只是, 东耀帝国的强者不少, 就这样直面进去的话, 会不会? 他们不敢问出声, 一个个的目光, 都落在灰狼身上, 希望他们头可以问问, 到底鬼异有何行动计划? 看到他们的目光, 灰狼迟疑了下, 便问, 鬼异, 咱就这样直接杀进皇宫? 怎么? 你们怕了? 凤九似笑非笑地逆了他们一眼, 怎么可能? 灰狼挺直了腰杆, 怕, 我灰狼还就不知怕字怎么写, 那就行, 走吧, 去晚了, 你们估计就派不上用场了, 他说着, 提气一掠, 朝东耀皇宫而去, 见状, 灰狼大手一挥, 都跟着鬼一走, 到了就知道了, 是, 众人硬着, 跟在后面去, 东耀皇宫, 什么? 宫殿主位上, 东耀国主猛地站了起来, 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再说一次, 丙, 丙国主, 严老带着百人前去后山, 全, 全部被杀, 无意活口, 就连严老爷, 也被声声劈成两半, 跪在下面的黑衣暗卫颤声说着, 他奉命在较远的地方观察战况, 当看到严老被杀后, 心头惊骇, 马上回来禀报, 太强了, 那些人太强了, 区区几十人, 居然能将他们百名强者, 全部诛杀, 而且, 就连实力在飞仙期的严老, 竟也死在那名身材粗犷的汉子手里, 没想到那严老生生被劈成两半的一幕, 一股寒意就从他的脚底直窜而起, 惊得他心头颤抖, 乱了心神, 东耀国主身体一僵, 脸上尽是不可思议之色, 他站在那里, 看着跪在下方的黑衣暗卫, 问, 是那凤九杀的? 除了凤九, 谁还有这个能力? 黑衣暗卫摇头, 不是, 是关锡林。 关锡林? 凤九的那个一兄? 东耀国主震惊地问, 他怎么可能杀得了飞仙级别的严老? 你可看仔细了, 有没有什么强者在暗中帮着他们? 没有, 属下看到是那关锡林手中的大刀生生将严老劈成两半的, 没有其他人。 闻言, 东耀国主整个人跌坐下去, 身体微不可查地颤抖着, 这凤九, 这关锡林, 这些凤卫, 当真有此能耐。 若真如此, 那也太可怕了, 就算是此时向其他的国家求救, 只怕也是原水救不了近虎, 更何况, 就算是求救, 其他的两个帝国, 只怕也不会马上前来。 他深吸了口气, 稳住心绪, 沉声道, 派人前去皇城各大家族走一趟, 请他们老祖和家主进攻相助。 是, 黑衣暗卫硬着, 迅速离去。 然而, 自赤水帝国沦陷以来, 消息在各大帝国传开, 尤其是几个与赤水合作的帝国皇城中的各大家族, 更是早有准备, 虽然他们对鬼异凤九并不熟悉, 但也听说不少关于他的传说, 哪怕觉得可能是夸大了, 但赤水国主被杀, 太子和最受宠的三公主也被杀, 尸体被吊在皇宫城门, 赤水皇宫更是火焰冲天, 足足烧了一天一夜。 对于, 他们心头也警惕着, 无论这鬼异凤九的实力如何, 各个家族的老祖都吩咐了下去, 不合参与皇族与鬼异凤九之间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过去, 傍晚的来临, 天色渐暗之时, 一股危险气息也随着笼罩在整个皇宫之中, 皇宫的各大家族似乎也察觉到什么, 只是一个个都闭门不出, 直到东耀国主派的人敲响了各大家族的门, 进去不久后又再离开。 就这样, 一个消息在各大家族之间暗中传开, 各大家族的老祖也聚在一起, 真没想到鬼异凤九果然来了, 还是在剩下的三个帝国之中挑了东耀出手。 据宫里的暗卫来说, 国主身边的一位非先强者带着百来人对付几十人, 就那样被杀了, 连一个活口都没有。 另一位老祖说着, 皱眉沉思, 真没想到, 这鬼异凤九的实力在半年之后变得这么强。 闻言, 旁边的一位老祖摇了摇头, 哪里? 我听说鬼异凤九还没出手, 灭了那阎老的是鬼异凤九的义兄教官洗礼。 看样子, 国主是没把握可以对付得了凤九, 要不然也不会命人前来请我们几大家族相助了。 一白胡子的家主扶着胡子缓声说着, 心下对这鬼异凤九甚为好奇, 究竟是怎样一名女子, 才能将这样一位帝国的国主逼得走投无路四处求助。 这样的事情, 一个弄不好会霍连全族, 谁敢轻易相帮? 是啊, 皇族惹出来的祸事, 就让他们自己去收拾吧。 另一人摇了摇头说着, 心下却知道, 只怕东耀帝国将会是继赤水帝国之后被灭的那一个了。 一位老祖沉思着, 问, 他们几个联合起来的帝国, 不是有上游势力荡靠山吗? 怎么这事就这样放任着不管? 是, 那上游的势力, 岂会将他们几个帝国放在眼里? 更何况, 就算是求救, 只怕也来不及了。 看来, 东耀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几人叹了一声, 相视一眼, 不再说话。 皇宫之中, 东耀国主阴沉着脸, 副手站在大殿中, 听着黑衣暗卫的禀报, 那脸色黑得可以滴出碳来。 那一个个的老东西居然都推托着, 没有一人愿意前来相助, 看来, 也是聚了娜凤九这段时间所做的事。 也罢, 既然他们不肯相助, 那他就只能靠自己了。 吩咐下去, 吊齐皇城护卫, 谨守皇城, 准备迎战。 既然别人都救不了, 那他就将整个皇宫的战斗力吊齐准备迎战。 他就不信, 凭他东耀国的实力, 还对付不了区区一个凤九。 是, 黑衣暗卫硬着, 迅速离去。 国主不用担心, 既然那几个家族的人都不愿相助, 等到解决了凤九等人之后, 再灭了轩辕帝国。 壮大我们东耀帝国后, 便将这几大家族的势力给削弱了。 一名老者从后面走了出来, 正是东耀国主身边的另一名飞仙强者。 说得不错, 这几个老东西, 今日袖手旁观, 他日有他们最瘦的。 然而就在这时, 只听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仿佛有什么被炸开了一样, 整个皇城都震动了起来, 惊得东耀国主心头一震。 出什么事了? 他大声贺问着, 就见外面一名护卫匆匆跑了进来。 禀国主靠近后山的北门宫墙被炸开了, 碎石滚动, 地面出现了一个大洞, 那观西岭带着人冲了进来, 还有几只契约兽,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好一个诡异凤脚, 好一个关西岭, 好一只凤卫。 他牙关紧咬着, 气得牙狠狠, 当即便道, 随本军一同前去, 道要叫他们丧命在此。 是。 东耀国主走前面, 后面跟着那名灰衣老者, 身后还跟着众多的护卫和暗卫, 数百人迅速地朝北门掠去。 而进北门的众人当中, 却没有关西岭和杜凡, 只有八大凤卫带着他们的队员, 以及火凤等七约兽, 他们一冲而入与守在宫中的护卫厮杀了起来。 一时间, 刀剑相碰的声音, 以及猛受响起的声音, 声声震动, 在空气中回荡而开。 然, 就在东耀国主带着人赶往北门之时, 在他的宫殿之中, 却四处着起了火。 关西岭和杜凡两人, 将东耀皇宫的药材裤藏宝阁里面的东西, 收刮得一干二净, 便点上了火。 大火四窜而起, 浓烟直冲天际。 东耀国主看着那冲天大火和浓烟时, 气得浑身颤抖, 该死的凤九, 竟敢回我东耀皇宫,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而在这时, 一身耀眼红衣的凤九带灰狼和冷华冷霜等人, 从皇宫大门进来, 看着那冲天的火光, 凤九勾了勾唇, 被身后的众人说, 动手吧。 是。 众人应着, 由灰狼带着散开, 往宫中厚殿而去。 只有冷霜和冷华, 灯在凤九的身边, 跟着他提气而起, 踏着夜风略行。 哪怕是夜色之中, 他一袭红衣, 依旧耀眼飞长, 飘逸洒脱的身姿, 带着肆意狂放。 红衣在风中发出呼呼的声音, 凌空而空, 有如九天仙人, 踏着清风而来。 仿佛是心游所感一般, 往北门掠去的东耀国主和那灰衣老者, 不约而同的停下脚步, 回头一看。 这一回头, 便看到了那凌空而来的红色身影。 那少年一袭耀眼红衣, 从夜空中而来, 红衣耀眼, 墨发飞扬, 俊美地让人惊艳的容颜, 有着雌雄莫变的绝美。 一身的气息飘渺, 却又令人不敢小亏。 看着年纪不过二十上下, 但那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压, 却让人心惊胆战, 眼眸流转间, 蕴含着威压的目光一扫, 顿时让他们有种无所顿形的感觉。 这人就是鬼衣凤酒。 据说, 鬼衣凤酒洗穿红衣, 身为女子却洗着男装, 容颜绝美倾国倾城, 一身修为神秘莫测。 说的不是眼前这人, 又会是谁? 只是, 原本以为那些传言只是夸大, 如今一看, 方知, 为何鬼衣凤酒之名会扬得那么快? 小小年纪有这样的修为, 这样的手段与魄力, 别说是女子了, 就是当今男子, 也没几个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 赤水帝国灭在他的手中, 可以说, 不亏。 但, 赤水帝国灭了, 他东药帝国却是说什么, 也不会灭亡的。 哪怕鬼衣凤酒再厉害, 惊艳, 他也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其诛杀。 你们两个退下。 在半空中停下的凤酒, 对身后的冷霜和冷华说着, 面对非仙强者, 他们两人还承受不住那股威压。 是。 两人应了一声, 便迅速退下避道较远处。 灰衣老者的目光落在凤酒的身上, 神石一扫, 对身边的东药国主道, 国主, 这凤酒是非仙中期修士, 和我们两人之力, 定可将其诛杀。 好, 那就先杀了他再说。 东药国主也注意到, 凤酒身上弥漫而开的实力修为是非仙修士, 既然同是非仙修士, 那两对异绝对有胜算。 于是, 在吩咐其他人去灭了北门那些凤卫后, 两人便提气而起, 一左一右将凤酒挡住。 凤酒! 你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偏进来。 今天,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声音一落, 东药国主手中出现了一把长剑, 注入灵力气息后, 瞬间朝前方的凤酒袭去。 那灰衣老者见状, 双手凝聚起一股气流, 也提气朝凤酒掠去, 准备着左右加弓将它拿下。 然而, 看着两人从左右而来的凤酒, 却是微微勾起了唇角, 露出一抹诡异的邪笑。 是吗? 我也很好奇, 你们能在我手中过得了几招? 他手一动, 犯着锋利轻盲的轻锋剑, 便出现在他的手里。 而且, 在下一刻, 身上的气息不再联起, 而是将他本身的威压和实力修为展现出来。 强大的先生威压瞬间袭出, 几乎覆盖了整个皇宫天空, 那股令人窒息的先生气息, 已经弥漫而开, 那东药国主和灰衣老者, 不由地奇奇一震, 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仙, 先生强者? 两人失声尖叫, 察觉到那先胜强者的威压和气息时, 脸色刷的一声变得惨白, 哪里还有什么战役可言? 快! 快逃! 连战的心都没了, 他们回过神后, 第一个念头就是逃, 有多远逃多远? 先胜强者, 那可相当于百名非先强者的实力, 他们是疯了, 才会那样不自量力地与他交手对战。 这一刻, 他们不禁破口大骂着, 到底是谁? 是谁说他只是原因级别的? 逃! 后面的凤九勾唇一笑, 你们逃的了吗? 声音一落, 红色的身影瞬间朝那灰衣老者掠去, 只见红色的身影在他的身边掠过, 那原本惊慌奔逃的灰衣老者身体一僵, 整个人从半空中坠了下去, 碰! 没有看到他是怎么动手的, 甚至, 连战都不用战, 便轻易地结束了一名非先强者的生命, 那坠向地面的灰衣老者身体抽搐着, 双眼死死地盯着上方, 直到,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听到动静的东药国竹猛地回头, 当看到那灰衣老者脖子处渗出着鲜血,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着, 修炼到非先级别, 死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 可, 当死亡就这样近距离地笼罩着他们时, 他才恍然察觉, 死, 一直都离着他们不远, 看到那一席红衣的凤酒, 手持轻风剑朝他而来, 在这一瞬间, 他脑海中闪过很多事情, 最后, 他没有逃了, 而是从半空中落下, 双膝一弯, 往地上一跪, 别杀我, 我, 我奉你为主, 说出这话时, 他眼中有着惶恐与巨疑, 是的, 他怕死, 到了他这样的修为, 他更怕死, 他拥有着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一切, 权力, 地位, 以及名利, 他不想就这样死去, 不想他的皇族子弟被屠杀干净, 所以, 他唯有低头恳求, 奉奉酒为主, 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仅有的一条活路, 只有这样, 也许他才能有一丝活命的机会, 他的东耀帝国, 才不会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 才不会像赤水那样陷入大乱, 清风剑抵在跪在地上东耀国主眉心, 只要再近一寸, 便可轻易地要了他的命, 然, 奉奉酒手中的清风剑, 却在这时停了下来, 他看着他, 眉头轻挑,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愿意奉你为主, 我东耀愿意听令与主子, 只求, 只求主子饶过东耀, 饶我一命, 我定为主子赴汤蹈火, 忠心不二, 说着, 仿佛怕他不相信一样, 他当即立下天地契约, 奉他为主, 看着天地契约的光芒散去, 奉酒眸光微闪, 盯着他半想, 良久, 移开了手中的清风剑, 手指一伸, 点着他的额心, 取出他的一缕神石, 也罢, 既然你奉我为主, 我便饶你一命, 便, 你要记着, 从这一刻起, 你的命, 以及你的东耀帝国, 都将是我手中之物, 只要我一声令下, 你就得遵从, 东耀国主低下了头, 恭敬的道, 不敢不从, 于是, 奉酒带着他, 来到了北门的半空中, 看着下方激战的众人, 他开口说了一声, 兜住手, 蕴含着先生威压的声音, 从半空中传下, 如同一张大网覆盖而下, 声声让下面的众人都停下了手来, 而这时, 东耀帝国的人已经是死伤无数, 众人抬头, 看见那恭敬的, 跟在奉酒身后的东耀国主时, 心下诧异, 奉卫等人相识正好, 上前一步行了一礼, 见过主子, 嗯, 奉酒应了一声, 道, 从今天起, 东耀归我奉酒所有, 听到这话, 下面众我东耀帝国的护卫哗然一声, 有些不可思议, 然, 细想之下, 却又觉得是理所当然, 这些奉卫如此之强, 区区几十人便可以对付得了他们上百人, 还有那诡异奉酒, 以一己之力, 轻易地秒杀非先强者, 若是他们东耀帝国, 归入他手下势力, 也许, 对他们只有好处, 至少, 他们不用再担心, 诡异奉酒会再对他们出手, 还不快跪下, 东耀国主在奉酒身后喝着, 听到这话, 东耀国的众人这才连忙跪下, 而此时, 他们伤的伤, 死的死, 仅剩下不到三分二的人了, 而且, 宫中被点了火, 四散而开, 没有几个月, 估计也恢复不到原本那样了, 另一边, 因听到奉酒的声音, 关习岭和灰狼等人相视了一眼后, 便也迅速助手, 带着人朝这边来, 到了北门, 看到那场面时, 其实他们是有些诧异的, 以今天奉酒的实力, 想要灭了东耀国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 他却将之收入势力之下, 只是不知, 杀了东耀国这么多人, 他们是否真的会打心里臣服, 与此同时, 宫外各大家族的人, 看着宫中升起的火焰, 不由地一探, 想着, 这东耀皇宫可能真的就这样完了, 可谁知, 很快地, 又有一个消息传来, 什么? 国主臣服于鬼一奉酒了? 一位家族的老祖, 错愕地睁大了眼睛, 是的, 还立下了天地契约, 奉鬼一奉酒为主, 暗卫禀报着, 死, 真是没想到啊, 没想到, 国主竟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另一位老祖倒抽了口气, 喃喃地说着, 旁边的老祖则俯着胡子, 道, 这样也并没什么不可, 臣服于鬼一奉酒, 保住了东耀国, 换成了谁都会这么做, 听到这话, 众人沉默了下来, 不错, 跟灭族相比, 臣服于人, 奉强者为主, 又有何不可, 最重要的是, 保住了他们想要保住的, 再探, 看看接下来有何动作, 其中一名老祖挥手示意者, 让那暗卫再度离去, 是, 暗卫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 直到那暗卫离开后, 其中一名老祖才缓缓地道, 这鬼一奉酒不简单啊, 旁边几人相继点了点头, 何止不简单, 他有强悍的实力, 抬手间可灭了皇族, 却又有容人之量, 这份胸襟, 确实是非常人所能比, 其中一人沉思着, 有些疑惑, 不过, 他到底是什么实力修为, 怎么会连国主也不是对的, 几人相视一眼, 皆没有说话, 他们不跟鬼一奉酒交手过, 自然不知他的实力, 但, 能逼得东耀国主低头认主, 可见实力绝不简单, 而在东耀皇宫大殿之中, 左右两边站着关锡领和杜凡, 以及八名凤卫队长, 冷霜和冷华两人, 站在大殿主位的左右两边, 而这个主位上, 坐着的是一席耀眼红衣的凤酒, 他斜斜地已坐在那里, 一手脱着脸颊, 看着立在大殿当中的东耀国主, 缓声道, 既然奉我为主, 那么, 我便将接下来的事情, 交经给你去做, 东耀国主咽了咽口水, 问, 还请主子明示, 剩下的两个帝国交给你去解决, 一个月后, 我要这两个帝国消失, 他沉着声音哗哗着, 闻言, 东耀国主心头一惊, 一个月, 一个月怎么可能办得到, 这两个帝国之间相隔的距离, 也有些远, 办不到吗? 他逆了他一眼, 缓声问着, 看到他的目光朝他扫来, 那东耀国主连忙低下了头, 道, 是, 我一定在一个月之内办好, 绝不会让主子失望, 哥, 你带着人帮他一把, 一个月之内, 我要这两个帝国消失, 凤九看向关席领说着, 没问题, 关席领朗声硬着, 接了下来, 而听到这话的东耀国主, 心头大喜, 太好了, 有关席领相助, 事情会更容颜半成, 凤九想了想, 又道, 吞云和老白, 他们你也带上吧, 让他们多历练一下, 今天就好好休息会, 都散了吧, 是, 众人应了一声, 接往外走去, 只有关席领留了下来, 小九, 受了这东耀, 不怕日后出问题吗, 关席领问出他担心的事情, 毕竟, 这立下天地契约的, 只有这东耀国主, 无碍, 他笑了笑, 道, 有了这次的教训, 就是没有立下天地契约, 他们也不敢与我们为敌, 而且, 受了东耀, 也是有些好处的, 至少, 很多的事情, 对东耀来说都是现在的, 若他们真敢生出二星, 日后再灭了, 他们也不迟,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这么办吧, 关席领来到一旁坐下, 那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了, 你是要先去薛原帝国吗, 莫泽, 估计是等得很焦急了, 嗯, 去看看他那里还有什么问题, 帮忙把事情处理后, 我要去上游大陆, 他眸光深深地看向外面, 忘不了他的家园亲人被毁的场面, 行, 你放心吧,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的, 他沉着声音说着, 凤九点了点头, 看向他, 露出笑意道, 我明天便带着灰狼和冷霜他们, 先去薛原帝国, 如果到时有什么事情, 可以再联系我们, 文言, 关系领应了一声, 好, 我知道了, 这一夜, 东耀帝国的人在包扎着伤口, 调息氧气, 而凤卫等人, 则已经入住了休息的地方, 只留两个看守的, 便各自休息去, 次日天色渐亮之时, 凤九便带着灰狼等人, 悄然离去, 出了这东耀帝国, 轩辕帝国, 轩辕莫泽看着眼前这个一袭白衣, 端着儒雅温和的笑容, 如同折仙般的男人, 站在他的眼前时, 眉头不由紧紧地凝了起来, 你来这里做什么? 他的语气, 毫不掩饰对他的不喜与嫌弃, 这个总是在不经意间, 就出现在他所爱的女人面前闲晃的男人, 他是打从第一次见面就对他没好感, 因为在他看来, 这人每回出现都是站在他女人的身边, 极为的碍眼, 莫尘俊美如折仙的容颜上, 带着儒雅温和的笑意, 看着眼前端坐在书桌前, 一身黑袍的轩辕莫泽, 半年没见, 他身上的王者气息越发的凌厉了, 浑身上下, 更是散发着一股不怒而微的霸气, 让他都不由地感叹一声, 地心就是地心, 你放心,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来这里是等凤九的, 他缓步走着, 来到一旁的椅子坐下, 端起桌上的茶杯, 却见没茶水, 便对隐藏在暗处的影一道, 影一, 让人给我来杯茶吧, 这一路过来, 连水都没喝, 暗处的影, 一瞥了那如同在自家里一样自在的莫尘一眼, 又看了看黑尘灼脸的主子, 见他没吭声, 这才闪身出外, 让人沏了两杯茶, 他亲自端了进去, 一杯放在他主子桌面, 一杯放到莫尘坐着的椅子旁边, 那你应该知道, 他并不在这里, 轩辕莫泽端起茶水抿了一口, 只是那脸色依然是黑的, 一个男人, 还是一个长得跟小白脸一样的男人, 登门入室来跟你说, 我是来等你女人的, 这心情可想而知, 他就知道他女人抢手得很, 一个不留神谁都会盯上他, 偏偏这半年来事情又这么多, 两人算起来半年多没见了, 而且, 他们两人向来是聚少离多, 也不怪他有危机感, 莫尘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他不在这里, 不过, 应该就快回来了, 所以, 我在这里等他, 他脸上带着儒雅温和的笑意, 看了轩辕莫泽一眼, 便端起茶水喝着, 继而, 不紧不慢地道, 而且, 这回我准备跟在他的身边, 解决了这边的事情后, 我想, 他应该会想去上游大陆那边的, 正好, 那边我也熟, 有我在他身边, 你也不用太担心, 尹姨站在一旁试了试额头的冷汗, 只感觉这宫殿里的温度似乎又冷了几分, 而且还有一股沙气在空气中弥漫着, 让他站在这里都显得极为的忐忑, 这莫尘公子是故意来挑逝的吧, 他就不担心主子一个动物会了结了他的小命不成, 不过, 说起来, 这两人的实力, 到底谁更强一些, 想到这, 他的目光不由地在他们两人的身上, 来回地打量着, 暗中猜测着, 莫尘公子本身来自于上游大陆的家族, 他在家族, 据说是在那边有着非凡的地位, 又是天机老人的弟子, 这出身可是一点也不逊色于主子, 更何况, 他也拥有一身好皮囊, 那一张折仙般的面孔, 以及那一身飘逸出尘的气质, 和那高深莫测的实力, 若真想跟主子抢诡医, 还真是一个劲敌, 是吗? 那本君倒要好好看看, 你是否有资格说这句话? 声音一落, 他手中茶盖瞬间射了出来去, 以着掩耳不及之势激向莫尘, 喝着茶水的莫尘抬头看了他一眼, 露出温和一笑, 很愿意奉陪, 说话间, 他伸出一手, 抬起一转, 只见那席向他的杯盖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 不再前进, 而是在半空中转着圈, 伴随着他手势的洞, 那茶杯缓缓地落入他的手中, 轻易地变化去了轩辕莫泽的攻击, 一个茶杯配一个盖, 我已经有了, 这个还是还给你吧, 温和的声音传出, 手中袭出的杯盖却是灵力非常, 轩辕莫泽见状伸出两指, 夹住了那袭来的杯盖, 将那杯盖盖回茶杯上, 而后站了起来, 只见黑色的身影一闪, 人已经略出, 见此, 莫尘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脸上挂着儒雅的笑意, 缓步走出外面, 看着那站在宫殿外的轩辕莫泽, 他笑道, 我这刚到你这就动手, 有些不太厚道啊, 本君已经请你, 喝过茶了, 怎么, 还不厚道, 既然如此, 这么久没见, 本君就再送一件见面里吧, 低沉而带着雌性的声音一出, 黑色身影也同时略出, 袭向了那副手力的莫尘, 莫尘身上的灵力气息在一瞬间释放而开, 白衣浮开, 末发飞扬而起, 面对轩辕莫泽的出招, 他不惊不惧, 淡定如初, 脸上挂着的是一贯的温和笑意, 直到, 轩辕莫泽的黑色身影逼近眼前, 他才出手攻击, 一黑一白两抹身影在宫殿外交手着, 两人身上的强大气流都涌动了起来, 虽是徒手交战, 但每一击都让暗处的暗卫和隐一看的心惊, 这就是高手对战啊, 手中没有兵器, 但那弥漫在周围的气息却是那样的强大, 两人身上的灵力气息似乎不相上下, 威压也看不出高低, 他们的速度极快, 以影一他们的实力根本看不出他们攻击的招式, 只见一黑一白, 互不相让, 碰, 影一瞪大了眼睛, 见他主子突然改长围权, 一拳挥出, 直接坐在莫辰的眼睛上, 只听莫辰似的倒抽了口气, 连忙捂着眼睛退了开去, 在一开眼睛时, 那左眼周围浮现了一片淤红, 那淤红的眼眶也与他那折线的容颜极不相搭, 显得有些诡异, 让人见了都忍不住地露出笑意来, 你居然打脸, 莫辰温润的脸色有些军裂, 那唇边的笑容也挂不住了, 轩辕莫则淡定地瞥了他一眼, 好心情地勾起了唇角, 本君只是给你的眼睛上点颜色, 原来是这样,那我真得多谢你了, 声音一落,再度出手, 不用谢,这是本君应该做的, 他早老就想揍他了, 一拳还觉得太少, 嗯,另一只眼睛也揍上, 估计就差不多了, 然,当眼角瞥见从外面走来的那抹红色身影时, 一抹幽光从眼底划过, 原本营上前的拳头瞬间一收, 受了莫辰一掌, 嗯, 噗, 一声闷哼传出, 口中也喷出了鲜血, 整个人步伐亮枪往后倒去, 莫辰有些愕然, 似乎没料到会是这样的一幕, 那一击, 挥出他应该可以避开才是, 而且, 他挥来的拳头怎么在一瞬间收起了, 还有, 明明他那一掌虽然是拍到他身上, 但力道还被他脸去了七成, 他可以知道, 那一掌的杀伤力根本不可能让他吐血, 正疑惑之时, 就听一道熟悉的声音带着惊呼地传来, 他本能地回头, 当看到那如风般从他身边掠过的红色身影时, 终于恍然, 则, 凤九扶住了倒下的他, 见他脸色苍白却强撑着, 看到他时露出惊喜的神色来, 深邃的双眸难掩欢喜与深情, 阿九, 他声音才出, 便整个人倒向了他的怀里, 仿佛昏过去一般, 则, 他扶着他, 也没去问, 莫辰怎么会在这里, 便直接将薛缘莫泽抱了起来, 往他的寝宫走去, 暗处的影衣看了有些则舌, 他是没料到, 主子突然会来这么一招, 这简直颠覆了他对主子以往的熟悉, 原来主子腹黑起来, 还可以这样的, 当下, 他从暗处出来, 朝莫辰看了一眼, 继而快步跟上, 而那灯在凤九后面回来的灰狼, 看到那一幕, 也有些傻眼, 他原本想着, 快步上前, 帮忙扶住主子的, 谁知却让旁边的冷华拉住了, 紧接着, 就见鬼衣直接抱他家主子抱了起来, 不可否认, 看到他气宇轩昂, 威风凛凛, 一身霸气的主子, 被鬼衣一个公主抱抱起, 往寝宫而去时, 他真的有些凌乱了, 这鬼衣是男人半久了, 是不是忘了, 他本身是一个女人啊, 这天底下, 哪有女人直接将男人, 一个公主抱抱了起来的, 也许主子是很开心, 也很满足, 很享受, 但, 他这光看着, 就觉得鬼衣非常, 一旁的冷霜, 看着面无表情, 但, 眼角眉梢的柔和以及笑意, 却也是骗不了人的, 倒是冷华笑了起来, 主子这性情就是直接, 眼主这么久没见到主子, 应该也很想念吧, 说着, 他看向那站在前面一袭白衣飘逸出尘的墨尘, 继而缓步走上前, 墨尘正处于争冲之中, 应看到凤九直接将轩辕莫泽抱起的一幕, 所带来的冲击, 远远地胜过轩辕莫泽耍心计的一幕, 他从来不知道, 原来女人还可以这样的, 直接将男人拦腰抱起, 那一幕看着十分诡异, 可在那两人的身上却显得那样的理所当然, 毫无违和之感, 从那一幕, 他看到的是凤九对轩辕莫泽的重视, 他不计较外人的看法与目光, 他的眼中只有他, 那种从肢体言行中表现出来的深情爱意, 让他这个旁观者看得有些不适滋味, 却也知道, 若是有这样一个女人深爱着他, 也许, 他也会像轩辕莫泽刚才一样, 动点心计, 博得美人的联系与柔情, 只是, 当这个被算计的人是他时, 他这心情就有些不太美妙了, 冷华见过莫尘公子, 听到这声音, 莫尘回过神来, 看着走到眼前的这温润少年, 他露出一抹笑意, 问, 你说, 我现在若是去看望一下轩辕莫泽, 你家主子会不会不喜, 冷华笑了笑, 道, 莫尘公子若是怕我家主子不喜, 也可以晚点过去, 闻言, 莫尘摇了摇头, 这怎么行, 晚点误会就大了, 哪怕现在他有些不愿, 我也觉得, 应该过去说清楚比较好, 说着, 朝他微点了下头, 便往后面请宫走去, 见状, 冷华脸上笑意加深, 却是停了下来, 没再跟上去, 走吧, 先去收拾一下, 冷霜从后面走了过来, 对冷华说了一声, 好, 冷华笑应一声, 便与他先行离开, 灰狼挠了挠头, 看了他们半想, 嘴里嘀咕了一声, 这才往后面, 请宫而去, 而被凤九抱着王寝宫而去的轩辕莫泽, 一路上可说了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无论是宫中的护卫婢女, 或是隐藏在暗处的暗卫, 看到那一幕时, 纷纷傻眼, 宫中护卫和婢女, 多数不认的凤九, 因此, 看着他们尊贵而威严的太子殿下, 竟被一红衣男子轻易地抱着, 往寝宫而去时, 一个个都低声窃语, 那人是谁? 老天, 我不会看错吧, 居然看到太子殿下, 被一男人抱着, 不过, 那红衣男子, 长得可真俊, 看着体格并不强壮, 却轻易地, 将太子殿下抱起, 不过, 太子殿下不是不喜人靠近的吗? 这人怎么敢? 太子殿下, 这是怎么了? 看样子, 像是昏过去了? 你们知道什么? 那一位是鬼一凤九, 她是一位女子来的, 据说会是我们的太子妃, 两人之间只差澄清了。 啊? 真的? 这么大的消息, 怎么没传开? 很多人都知道这事, 而且我们这太子妃, 可不是一般人, 消息传来说, 赤水国就是我们太子妃带人灭的, 说话的是一名护卫, 他抬起头, 挺起胸的, 对众人说着, 刚才还过去一名白衣公子, 那又是谁? 这个就不知道了, 不过能在宫中走动, 肯定不是一般人, 你们看刚才那人去的方向是太子的寝宫, 说不定是冲着太子和咱太子妃去的。 过了一会, 从后面走来的灰狼听到这话, 瞥了他们一眼, 都说什么呢? 还不都散了? 看到灰狼, 一个个垂低下头来, 匆匆地散开了。 灰狼摇了摇头, 看着前面的身影, 想了想, 觉得还是先去找尹一聊几句比较好。 而在寝宫之中, 凤九将薛元莫泽放到大床上去, 正要给他把麦石, 就见原本踩着眼睛的人醒了过来。 我没事。 薛元莫泽说着, 看着静在眼前的他, 深邃的眸子满是怜惜, 你瘦了。 说着, 伸出手斧上了他的脸。 听到这话, 凤九忍不住的一笑, 伸手抓住了他的手, 道, 我还好, 倒是你,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是不是太累了? 怎么跟莫尘打起来了? 我还是帮你看下好, 你都吐血了, 我担心你有内伤。 你别担心, 只是小伤而已, 你也别怪莫尘, 他也没想到你会突然到来, 可嗨嗨, 轩辕莫泽一边说着, 一边咳了几声。 听到这话, 凤九眼中划过一丝笑意, 却没显露出来, 只是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嗯, 你放心, 我不会怪他的, 我想, 他也是无意的。 正一手握成拳头, 抵在唇边的轩辕莫泽听了顿时愕然, 本能的抬眸看去, 正好看到, 他那迎着戏谑笑意的目光, 不由一咎, 轻咳一声, 你一路过来累了吧, 要不休息会。 说着, 身体在床上移了移, 为他在里面腾出一个位置来。 不行, 我担心你的伤, 再怎样, 也得熬点药什么的呵呵。 凤九忍着笑说着, 轩辕莫泽嘴角一抽, 有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一闪神, 就见他拉着他的手已经在把脉, 见此, 他也只能由着他脉着。 不多时, 凤九收回了手, 道, 身体没什么问题, 就是肝活有些旺, 没休息好, 你要多休息会。 说着, 给他拉高被子盖上, 你好好在这里休息, 我出去跟莫辰聊聊, 跟他有什么好聊的? 你跟他很熟吗? 他语气有些泛酸地问着, 凤九一手拖着下巴想了想, 嗯, 我得出去问问他, 为什么要打伤你啊? 总不能这样, 让你白受伤吧。 闻言, 轩辕莫泽伸手一拉, 将他拉到床上来, 被子一掀, 直接将他盖上, 大手一弯, 他人便直接躺到他臂弯里来, 再伸手一搂, 双手一夹, 直接将他紧紧地抱在了怀中。 那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以后离他远点。 凤九闷笑出声, 你以后离他远点, 免得又被他打伤了。 我那时让着他, 要不然, 就凭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他轻哼一声, 唇角却是勾起, 搂着怀中的人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也许是这阵子, 确实没怎么休息好。 他搂着凤九说着话, 却很快就睡着了。 感觉到他呼吸的平稳, 凤九笑了笑, 窝在他怀里, 也闭上了眼睛。 这么久没见, 他也很想他, 只是没想到, 这一见面他就来了这么一出, 真是让他又气又好笑。 而在外面, 刚入宫殿的墨尘, 便让尹一挡住了。 尹一看着他, 声音频频, 哦, 墨尘公子, 我家主子和鬼一在休息, 请墨尘公子, 晚点地过来吧。 听到这话, 墨尘眼中划过一抹亚异, 他朝里面看了一眼, 继而笑了笑, 也好, 倒也没有多留, 便转身离去。 不多时, 灰狼走来了, 正要尽力在, 就见尹一走了出来, 当下扬了扬手, 咧嘴笑唤了一声, 尹一, 我回来了。 尹一瞥了他一眼, 看到了, 鼠子怎么样了? 他怎么被墨尘公子打伤了? 没事吧? 说话间, 他伸着头往宫殿里面看去, 想看看, 有没诡异的身影。 不用看了, 主子在休闲, 诡异陪着呢。 尹一说着, 示意他到外面去, 才问, 你这次去东耀帝国怎么样了? 东耀帝国的事情, 可都办好了。 哦, 对了, 你们一定还没收到消息。 灰狼咧嘴笑着, 就是有消息, 也没我们过来的速度快吧。 走, 到那边坐坏, 我告诉你。 他手往他肩膀上一搂, 便朝前面十一走去。 我跟你说, 东耀臣服诡异了, 他们, 两人坐在石椅边, 一壶茶, 两碟点心, 便聊起了东耀帝国臣服一事。 直到, 傍晚时分, 凤九仙起床出了房, 到了外面, 见尹一和灰狼都守着, 便问, 尹一, 国主的身体怎么样? 最近有没好点? 回鬼一, 国主有吃鬼一托人送来的药, 身体是有些好转, 只不过依旧是不能修炼。 文言, 他点了点头, 对灰狼道, 你陪我去看一下吧。 好, 灰狼硬着, 便与他一同往外走去。 两人出了外面, 才走没一段路, 就见一袭白衣偏然若现的墨尘站在树下, 不知在看着什么, 见此, 灰狼嘴角抽了抽, 觉得这墨尘就是故意来这半道上等诡异的。 而凤九见了, 则脚步一顿, 看向那树边的人, 缓步走上前去, 你在看什么? 墨尘朝他看了一眼, 露出儒雅的笑意, 我在看这树上的鸟, 本是风度翩翩一公子, 奈何, 那俊美温润的面容上, 眼眶处去黑了一圈, 隐隐浮现着淤血, 看得凤九忍俊不住地露出笑意, 指了指他的眼睛, 怎么不找点姚摩摩, 顶着这么个被打的有些种的眼圈出来行走, 他也不怕坏了他墨尘公子的哲仙形象, 我是故意留着的, 好让你看下, 轩缘墨则下手有多重, 他一脸无奈地说着, 明明, 我都没怎么招惹他, 文言, 凤九笑了笑, 从衣袖中摸出了平药地上前, 这要, 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今晚回去抹些上去, 明天一早就好了, 我不会说多谢的, 他接过了要收了起来, 凤九耸了耸肩, 我要去看一下国主, 师陪了, 我陪你一起去, 他说着, 看着挑着眉头看着他的他, 道, 我也是今天才到轩缘皇宫, 跟轩缘墨则过了几招, 却一直还未去拜访轩缘国主, 正好跟你一起去, 也好, 那走吧, 他迈步走着, 示意灰狼带路, 不远处的影仪静静地看着, 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尽头, 这才收回目光, 往里面走去, 当轩缘墨则醒来时, 见身边的凤九已经不见了, 便起床伸了伸腰, 感觉这一觉睡得很舒服, 也很沉, 浑身的疲倦也好似减轻了不少, 走出外面, 见尹一手在外面, 却不见凤九, 便问, 他呢? 回主子, 鬼一去国主那里了, 影仪禀报着, 去多久了? 他看了看天色问着, 也就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灰狼陪着去的, 不过在半路上, 他们遇到了墨城公子, 似乎就一起去了, 影仪说着, 听到这话, 轩辕莫泽眉头一挑, 脉步走了出去, 直接往他父皇的宫殿走去, 而在此时, 轩辕国主的寝宫中, 凤九正在帮他把着脉, 凉九, 才收回了手。 怎么样? 是不是以后就这样了? 你直接无妨? 轩辕国主说着, 看着面前一袭红衣的凤九, 凤九浅浅一笑, 不用担心, 虽然是被废了, 但是可以治好的, 见他似乎不太相信, 便道, 真的, 我不骗你, 只是需要些时间慢慢恢复, 而且恢复过来后, 你一身的实力, 修为得重新开始, 听到这话, 轩辕国主有些不可思议, 身体微微颤抖着, 真的, 他真的还可以修炼, 真的, 凤九肯定地点了点头, 可, 可我的丹田, 没事, 可以修复, 他笑了笑, 道, 我接下这段时间, 都会在这里帮你调养身体, 你不用担心, 我会先给你配蜡熬着吃, 再帮你炼制一枚, 可以修复丹田的丹药出来, 说着, 他手一翻, 晃了晃手中的徽章, 相信我, 不是在说大话的, 闻言, 薛原国主只敢眼眶一热, 有种想要落泪的感觉, 只有亲身经历了, 才知道, 从强者被废了修为, 成了无法修炼的凡人的痛苦, 因一身修为被废, 他原本保持着的容颜面貌, 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整个人在一息之间变得苍老, 变得虚弱的, 经历,简直生不如死, 而今, 让他听到了凤九的话, 看到了他拿出来, 让他安心的那两枚丹药和药师的徽章, 他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谢谢你, 谢谢你, 他握住了凤九的手, 哽咽着声音道谢着, 这是我应该做的, 凤九微笑着, 你好好休息, 我们就先走了, 等配出了药, 我会再过来的, 正说着, 就见薛原莫泽走了进来, 看了那握着凤九的手, 一脸激动的父皇一眼, 对侍候的工人吩咐着, 扶国主去休息, 别让他太激动了, 是, 一旁的工人恭敬地印着, 扶着薛原国主进里面去, 薛原国主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并没多说其他话, 三人出了寝宫后, 一路缓步走着, 中间的凤九尘撕着, 对薛原莫泽道, 我听灰狼救薛原皇宫中的药库, 也有不少千年药物, 你带我去看看吧, 要是有合适的药材, 还可以配出药剂来, 一旁的莫尘听到这话, 便对凤九说, 那你们去吧, 我就先回去上点眼药, 另外, 如果有什么是他们这里没有的药材, 而你, 又需要用到的, 可以找我, 说不定, 我可以帮上忙, 旁边的薛原莫泽瞥了他一眼, 道, 你还是先顾好自己吧, 我可不觉得我这里没有的药, 你还能拿得出来, 说着, 搂着凤九便朝前面走去, 凤九回头朝他露出歉意的一笑, 带走远了, 才对薛原莫泽道, 我觉得, 你对他的态度真的不是很友好, 嗯, 因为我觉得他太爱眼了, 他闷声说着, 文言, 凤九忍不住的一笑, 为什么会爱眼, 我觉得他挺养眼的呀, 长得又有, 一身气质又出众, 哪里爱眼了, 他瞥了身边的他一眼, 道, 你觉得他好的地方, 在我看来都爱眼, 听到这话, 凤九嘴角微抽, 好吧, 这一簇坛子打翻了, 怎么看都是爱眼, 两人边聊着到了药库, 进了里面, 轩原莫泽在一旁坐着, 对凤九道, 这里面应该有你要药材, 你看需要什么自己拿, 每个盒子上面都有标志的, 嗯, 我知道了, 凤九应了一声, 目光便在那一排排的格子上滑过, 扫过那一个个的药名, 轩原莫泽看着他在那里挑着药材, 便开口说着, 五百年以上的在左边, 还有十几位千年灵药在最上面的那一排, 凤九一边拉开格子, 取出灵药看了看, 合适的就收了起来, 又配了两包药递给轩原莫泽, 在我药剂没配出来前, 这个先熬给你父皇喝, 两碗水熬成半碗就行了, 轩原莫泽提起看了一眼, 问, 好了吗? 嗯, 可以走了, 那走吧, 我交代了人, 给你做了你喜欢吃的菜, 这回时间也不早了, 应该都准备好了, 他上前牵着他的手, 带着他离开, 守着药库的人, 将药库大门再次锁了起来, 继而站在门边守着, 到了外面, 轩原莫泽将那两包药递给影衣, 交代了一声, 便和凤九往宫店去, 到了那里, 却见吩咐了人摆上了饭菜, 把莫尘请来一起吃吧, 凤九笑盈盈地看着他, 来者是客, 怎么能失礼了呢? 原本还想说什么的, 轩原莫泽见他一双眼眸迎着笑意地看着他, 便什么也没说着, 只是端坐着, 站在凤九身后的冷华见了, 笑道, 那我去请, 说着便转身退了下去, 看着一桌子都是他喜欢吃的菜, 凤九不由地有些缠了起来, 这些日子不是修炼就是在路上, 也很少吃到这些喜欢吃的东西, 如今看到满满的一桌都是他爱吃的, 只觉窝心不已, 这是灵酒, 先喝一小杯尝尝, 轩原莫泽给他倒了一小杯的灵酒, 示意他尝尝看, 凤九看着那小小的一个酒杯里面的半杯酒, 嘴角抽了抽, 这么少, 哪里能尝出什么味, 要不, 换个大杯, 闻言, 他瞥了他一眼, 你不怕喝醉吗, 这酒的后劲很大, 听到这话, 他挑了挑眉, 酒劲大, 我尝尝, 他端起酒杯闻了一下, 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 夹带着浓郁的凌厉气息, 味饮单闻着这古酒味就知道, 这是极好的酒, 他轻敏了一小口, 入口唇后的酒香在舌尖散开, 凌厉气息伴随着酒液滑落喉咙, 在体内散开, 只是一小口, 整个腹部便暖了起来, 如何, 轩辕莫泽深邃的黑铜落在他的脸上, 眼底深处划过一抹笑意, 看着他脸上的神情, 也知他对这酒是极为满意的, 很厉害, 不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但入了腹, 却又不一样, 凤九说着, 又抿了一小口, 便放下了酒杯, 难道他说, 这酒后劲很大, 只是两小口, 整个身体都热了起来, 这后劲, 比起他空间的酒都要厉害, 什么很厉害, 一袭白衣的墨尘, 缓步走了进来, 看着凤九笑问着, 听到这声音, 凤九抬眸看去, 来了, 快坐, 我们正说着这零酒呢, 说话间, 凤九给他倒了一小杯, 你尝尝看, 这酒的后劲确实很大, 我只喝了一小口, 感觉整个身体都暖了起来, 哦, 那我倒要品品, 墨尘在凤九的旁边坐下, 端起酒杯轻敏了一口, 急而点了点头, 不错, 这应该是上了年份的老酒了, 轩辕, 墨泽朝他看了一眼, 视线落在他那还泛着淤血的眼睛上, 心情莫名地愉悦起来, 开口道, 你这眼睛, 怎么还没抹药吗? 看着颜色, 似乎深了不少, 闻言, 墨尘看向他, 笑道, 抹了, 还是凤九给的膏药, 很是冰凉, 我想着, 晚上休息时再抹一层, 说着, 声音一顿, 看向凤九道, 诡异的膏药, 那可是珍贵非常, 我得省着点用, 剩下的留着当纪念, 见两人一来二往地逗着, 凤九姗姗地笑了笑, 对他们说, 来来来, 快吃, 免得菜都凉了, 说着, 给轩辕莫泽加了一些菜, 见此, 轩辕莫泽脸上缓了缓, 也没去跟莫尘计较, 而是给凤九加着菜, 知道他喜欢吃其中的一道椒盐大虾, 便给他包了好几只, 又见他有些贪杯的示意, 一旁的冷霜倒酒, 便对他说, 酒少喝点, 先吃点东西垫肚子, 莫尘在旁边看着, 平静的眼中, 划过一抹亚异, 是的, 他没想到堂堂轩辕莫泽, 一向居于上位的强者, 一个浑身散发着强大威压与霸气的男人, 在对着心爱的女子时, 竟也会这样的温柔体贴, 若不是亲眼看到, 他真不相信, 连包虾皮这种事情, 他也会代劳, 看着两人之间无需过多的言语, 便能心灵相通的那种契合, 他不由得有些羡慕, 两人话并不多, 凤酒负责吃, 轩辕莫泽负责加菜包壳, 那种温馨而自然的幸福感, 满满的溢出, 连他这个旁观者, 都能感觉到两人之间的那种温情, 这一刻, 他脸下了眼眸, 夹着菜清品漫长地吃着, 心内想着的, 则是, 对于修仙者来说, 一生太过漫长, 轩辕莫泽何其有幸, 能遇到一个两心相悦的人, 共度一生, 莫辰, 还没问你, 怎么会来这里的, 是有什么事吗? 凤酒看向吃着饭的莫辰问着, 他已经避谷, 对这一桌的饭菜, 也只是清贫浅尝, 不过, 他却与他不同, 就算是避谷了, 但他仍是比较喜欢五穀以及肉食, 就如现在这一桌饭菜来说, 饭是灵米, 菜是灵菜, 就连肉类也都是灵情一类, 听到这话, 莫辰看了他们一眼, 道, 嗯, 是有事, 说着, 放下筷子后, 轻抿了一口酒, 这才不紧不慢得道, 这次过来, 是要跟在你身边的, 在这边的事情忙了完后, 你应该是要去上游大陆吧, 我可以做陪, 不必了, 到时我自会陪他前去, 轩辕莫泽说着, 朝他瞥了一眼, 就知这人是来给他添赌的, 凤酒也有些诧异, 他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问, 理由呢? 莫辰看了他们一眼, 露出一抹温润儒雅的笑意, 我担心说了, 另一只眼睛也会被打肿, 听到这话, 凤酒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撇了一旁正横着眉冷着眼, 盯着莫辰的轩辕莫泽一眼, 继而对莫辰笑道, 不会, 则不是那种冲动的人, 一旁的轩辕莫泽听了, 愉悦地勾起唇角, 他的女人, 就是护着他, 闻言, 莫辰看了轩辕莫泽一眼, 道, 那好吧, 我就直说了, 这次是我师尊让我下山地过来跟着你的, 理由我以前跟你说过了, 听到这话, 凤酒危证, 想到以前他跟他说过的, 他是奉心一事, 还说了他身上的结会, 因他而生, 因他而死一事, 只是, 这时他确实是一直不信, 也一直没放在心上, 如今再点的他这么一说, 一时间, 却不知说什么好, 难道就没破解之法吗? 他看着他询问着, 一旁的轩辕莫泽, 哼一声, 什么破解? 这是想赖上他女人了? 唯一的破解之法, 就是让我跟在你的身边, 因为这是避不了的, 他言语轻松, 似乎对这结束并无所谓, 凤酒听了沉默了下来, 梁酒, 哦, 既然这样, 那你就留下吧, 相识一场, 他自然也不希望他真会因他而死, 只是, 他觉得, 他若不跟在他身边, 也许还好, 跟在他身边, 这节只怕真的, 轩辕莫泽没说话, 只是自顾着吃着东西, 脑海里想着, 那一拳, 果然还是打轻了, 接下来的两天, 隐义亲自熬着要给国主喝, 而凤酒则避起官来, 一心炼丹和炼制药剂, 想尽快帮轩辕莫泽的父皇, 调养好身体, 也许是赤水国国主的灭亡, 以及东耀帝国的臣服, 整个轩辕帝国上下, 已经平静了很多, 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势力, 在看到这情势后, 纷纷不敢冒头, 庞大的帝国直接被东耀吞并, 剩下的那一个帝国也没能幸免, 当上游大陆的那些人, 知道了这八大帝国的事情时, 已经太晚了, 他们派出了人, 得知是鬼一凤酒又出现时, 便迅速将消息往上报, 同样得知消息的慕容一轩, 赶到宅子里, 将消息告诉了凤三元, 神?什么? 凤鸭头真的, 真的灭了赤水帝国的国主, 还收服了东耀帝国, 吞并了另外的两个帝国主, 凤三元有些不可思议地问着, 心中难以置信, 那八大帝国, 无论是哪一个帝国, 都不是好惹的, 他不是原因巅峰修士吗? 就算是再进阶, 应该也就是非先强者, 凭非先的实力, 如何能办得到这一切? 莫不是, 有人相助于他? 是真的, 我也是刚收到消息, 慕容一轩说着, 心下感慨, 他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光芒都是那样的耀眼, 让人自叹不如, 那他, 他现在是要八大帝国, 凤三元问着, 声音一顿, 又问, 是不是在轩辕帝国? 轩辕莫泽那脸? 听到这话, 慕容一轩魔光微闪, 点了点头, 不错, 他现在是在轩辕皇宫, 如果现在去的话, 也许还能遇到他, 若是再晚些日子, 我想, 他应该是会来这上游大陆的, 慕容一轩温声说着, 想到凤九, 想到他那一个人, 哪怕是不用问, 他也知道, 这上游大陆的势力, 灭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凤凰皇皇朝, 这事情, 绝不会就这样算的, 那, 那还等什么? 我马上收拾一下, 马上带着苏西回去, 他说着, 风风火火的, 就往里面掠去, 一边喊着, 苏西, 苏西, 快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马上回去, 在这边这么久, 虽说慕容一轩有让人送了消息过去, 但也不知他们有没收到, 他们还是回去, 看下比较好, 而且, 他们儿子也还在那边, 孩子还那么小, 他们没在他身边, 他也不放心, 里面的苏西听了出来一看, 见慕容一轩在那里, 便朝他点了下头, 慕容公子来了, 声音才落, 就被凤三元拉着进了房, 一轩说, 凤丫头现在在轩辕帝国那里, 我们赶走回去, 免得到时又遇不到他, 一听到这话, 苏西脸上也溢出笑容来, 好, 那我们马上启程, 他们东西不多, 直接收了就能走了, 想到他的儿子还在那边, 这时一听要回去, 整个心情都激动起来, 这估摸着, 也有好久没见到儿子了,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应该长大不少了吧, 慕容一轩看着他们进了房, 说是没一会就出来了, 便走上前, 凤爷爷, 我送你们回去吧, 这么久没见, 他也想去看看, 他现在怎么样, 这, 凤三元迟疑了下, 这合适吗? 会不会耽误你的事情? 不会, 他温声笑应着, 那就麻烦你了, 凤三元说着, 心下一探, 知道他是想回去见见凤丫头, 只是, 过去的终究是过去的, 就算见到了, 又能怎样呢? 于是乎, 慕容一轩带着随身的那名黑衣侍卫, 便与他们一同乘坐着飞行船往下游的轩辕谷而去, 而在另一边, 除了半个月, 半凤九递出一些药剂之外, 一连闭关了一个月, 也没见他出门来, 在这段时间, 关锡领带着凤卫等人已经归来, 同时来到轩辕帝国的还有那东药国主, 又过了半个月, 这一天, 天空中传来轰隆的三道天雷, 守在炼丹房外的众人, 只见三道天雷落下后, 整个皇宫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药香味, 应该是成了, 关锡领说着, 刚毅的脸上露出笑容来, 我就知道, 没有诡异做不到的事情, 一旁的灰狼咧嘴笑说着, 心情也有些激动, 这时炼制出了, 修复丹田的丹药啊, 别的就不用说了, 丹丹这本事, 就足以震撼世人了, 在修仙界丹田被毁, 都如同被废, 有很多修士废了丹田就如废人, 如今有了这丹药, 只要这修复丹田的丹药一事传开, 这整个修仙界都得震动, 同样站在外面的东药国主看了里面一眼, 心下不禁暗存着, 难道丹田真能修复? 轩辕莫泽静静地等着, 听身边着的众人在说着话, 而他的目光只看着前面, 直到过了一会看到从里面走出来的一抹红色身影时, 才迎了上去, 闭关炼丹这么久, 身体还好吧? 他轻声问着, 看着他有些疲惫的容颜, 还好, 你看, 他晃了晃手中的瓶子, 展颜露出一抹欣喜的笑容来, 你看, 我炼制出来了, 你父皇修复丹田有望了, 闻言, 轩辕莫泽一时间不知说什么, 只赶心头满满的酸涩, 他知道, 若不是因为那个人是他的父亲, 他不会江西这样关在炼丹房中近两个月, 就为了炼制出这丹药来, 千言万语化为一声叹息, 他伸手将他搂住, 先去休息会吧, 晚点我再陪你过去, 也好, 凤九笑应着, 看相关洗领, 哥,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事情也都办妥了, 一切不用担心, 关洗领笑说着, 那就好, 大家都没事吧, 他询问着, 没事, 都好好的, 一个也没少, 罗宇在一旁接话说着, 闻言, 他点了点头, 今天就不和你们多说了, 明天, 明天大家好好庆祝一下, 好, 关洗领朗声笑应着, 道, 那你快去休息吧, 说着, 众人退开, 让出一条路来, 看着轩辕莫泽拥着他离去, 再又聚在一起聊了起来, 主子真厉害, 这丹药都炼制出来了, 你们说, 以后会不会炼制出什么起死回生的丹药来, 罗宇笑说着, 语言间无不向往, 旁边的范林听了道, 这应该不可能吧, 这起死回生的丹药, 又岂是那么容易炼制的, 这世间不可能的事情, 有时也会变成可能, 陌尘说着, 看了众人一眼, 笑了笑, 便转身离去, 听着他的话, 众人沉思着, 就听关洗领的声音传来, 行了, 走, 我请大伙喝酒去, 他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带着他们一众人离去, 而那东药国主, 则有些尴尬地站在那里, 微顿了下, 还是跟了上去, 他原本是要回东药帝国的, 谁知最后, 却被关洗领拉过来了, 到了这边, 他的身份着实有些尴尬, 只盼着, 过两天将事情跟凤九交代好后, 便回东药去, 另一边, 带着凤九回店的轩缘莫泽, 坐在房外等着, 而房里的凤九, 则泡了得走, 沐浴过后, 重新换上一袭红色的衣裙, 他擦干头发后, 走出外面, 来到桌边坐下, 最近没出什么事吧, 那上游的势力, 可还有出手, 派了一些人来过, 被我们解决了, 几批人过后, 便也静了下来没再出手, 轩缘莫泽接过他帝国的发带, 将他垂落在身后, 如丝般的发丝轻束了起来, 只留两缕垂落在脸颊处, 为他本就绝美的容颜, 增添了一抹妩媚妖娆之色, 其他的几个帝国也派了人过来, 几乎可以说, 这几大国之间已经稳定, 说到这, 他唇角微钩, 握住了他的手, 你这办事能力和速度, 还真叫我自叹不如, 文言, 凤九孝道, 那是因为, 你要在这里坐镇, 要不然, 以你先生巅峰的实力, 又岂会处理不了, 他也是进阶到先生之后, 才看出他身上的实力级别, 他是有丹药相助, 而且还是玄灵肢体, 所以修炼才有这么快, 而他却是石扎石打的修炼出来的, 听他说到先生巅峰实力, 轩辕莫泽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半年的时间, 你能达到先生, 确实是不容易, 这样的实力, 只差一步就可以再进阶了, 要去上游, 这样的实力还不够, 他说着, 想到被上游大陆的实力害死的爷爷他们, 他的拳头不由地拧了起来, 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他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等我父皇的身体恢复了, 我陪你一起去, 他握着他的手说着, 凤九没说话, 只是倚入了他的怀里, 不知在想着什么, 与此同时, 轩辕黄宫外, 一艘飞船缓缓缓落下, 待飞船停落后, 凤三元和素西两人从船中走出, 来到黄宫大门口, 而慕容一轩也从后面走了下来, 身后只跟着那名黑衣人, 站在了凤三元的身边, 什么人? 守着宫门的宫位, 沉声喝着, 你去通报一下, 我叫凤三元, 知道这些人不认识他, 凤三元也不恼, 只是看着前面的护卫说着, 听见是信奉的, 那护卫一正, 忙往里面跑去, 到了里面, 正好遇见正准备去找关习领他们的灰狼, 便换住了他, 护卫长, 灰狼哼着小曲, 想着去找关习领他们喝几杯, 谁知一护卫便挡在他面前, 当下不悦地问着, 干什么? 你胆子肥了? 赶拦我路了? 不是的护卫长, 外面来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说他叫凤三元, 麻烦你禀报一下太子殿下, 看要不要见, 那护卫连忙说着, 谁知他这话才落, 就见灰狼瞪着眼睛一脸的恶然, 一副见鬼的表情, 你说什么? 凤三元? 真的叫凤三元? 没听错吧? 这怎么可能? 诡异的爷爷, 他们不是被大伙烧死了吗? 没听错, 那人是这么说的, 他们就在宫门外等, 话还没说完, 就见灰狼直接往宫门外掠去, 看得他一阵傻眼, 夫君, 你说叶儿还好吧? 小九他们, 应该有找到他吧? 素希心中有些担心, 尤其是这宫门就在前面, 他担心, 进去看到他们后, 却没有凤叶的身影, 毕竟, 两个孩子都那么小, 当时的情况, 又那样的危急, 别担心, 没事的, 我们都能好好地活着, 叶儿也一定还活着, 凤三元拍了拍他的手说着, 而站在他们身后的慕容一轩, 听了则眸光微闪, 并没有开口, 凤老爷子, 真的是你吗? 我没看错吧? 灰狼飞快地略来, 看到那容貌如同二三十岁男子的凤三元时,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太不可思议了, 这明明被火烧死的人, 居然还活着, 而且, 旁边那不是凤老爷子的夫人吗? 他们两人, 居然活得好好的。